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個 大家是因為為什麼來參加今天的活動嗎 我等一下會讓大家就是稍微自我介紹 然後會讓大家稍微的說明一下 不知道有人在皺眉頭了 但是沒辦法來這裡都一定要這樣子做 那我們今天會錄影 但是我們沒有要直播 然後我們以後希望 或許我們可以稍微剪輯一下 然後把那個就是今天的演講的那個片段 可以放上網路 所以我想確認一下就是 有沒有人是不能夠被拍到的 雖然大部分時間會拍三位講者 但是有沒有人是拍照不能被拍到 然後那個也不能夠被錄影到的 可不可以先舉一下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會拍照 然後會錄影 然後有可能你們會在裡面 好 沒有問題 OK 那在我們開始今天的活動之前 因為今天的講者都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讓他們在後面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用餐 然後或者是做一點準備 在開始的時候還是依照過去的往例 那我希望可以請大家就是 簡單的說一下你是誰 然後如果願意多講兩句你為什麼來 或是對這個做菜有什麼期待的話 我會非常非常地歡迎 那今天事實上我們的這個場次叫做FACE星期四 那是因為FACE聯盟我們從幾年前開始 我們曾經就是每個月每個禮拜四 我們都有相關的活動 那後來因為我們活動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至少維持其他的活動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現在至少維持每個月都有一次的FACE星期四 可能是讀書會也有可能是議題上面的座談 但是有時候就是不定期的我們可能都會辦更多的FACE星期四的活動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活動還蠻有意思的話 那就請大家就是可以在臉書上面追蹤我們 就是在臉書上面有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然後簡寫是TAEDP可以追蹤我們 那今天的主辦單位還有冤獄平反協會 那他們也有粉絲專業所以也請大家可以追蹤他們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團體是民間私房改革基金會 今天是由我們三個團體共同主辦的 那也非常感謝就是穆哲提供我們場地讓我們可以辦活動 所以也很歡迎大家可以上去消費購物或者是買書 那今天在這邊參加活動 你可以跟他們講說在下面參加活動 上面買書都可以包著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宣傳是因為 所以謝謝他們免費的提供NGO提供我們場地讓我們活動 好那今天題目是平反之後 談死刑案件的刑事無常 那所以我剛才講過在開始之前 我要請大家做自我介紹 那希望大家可以 今天人比較多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短一點 來 大家好 我們是這個上班族 是金浩 然後今天會來是因為對這個會非常的陌生 然後然後有空所以過來聽 謝謝 大家好 這是法律系的同學 然後行事補償還是蠻陌生的事情 想聽聽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華 因為今天要去台中發展 然後那邊會有一個新的句點 然後關心很多事情 關心很多議題 廢詞的部分 也是很想關心 但是還了解很少 所以也希望我們將來的句點 也沒有廢詞心機師的單元 謝謝 好 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等一下再聽一段 大家好 我是目前讀法律系大三的學生 然後今天可以來聽木澤這邊相關的活動 然後對長者也有什麼關係 那個安安 沒有 這邊 大家好 我是潘怡 我是國際人權聯盟公養計畫的主任 然後我也是長期費斯聯盟的志工 我們是法律系列經的李宣愛 然後因為他自己是人 我剛剛想要不要解 大家好 我是林祥 現在是法律系列 那今天來就是覺得 講在這裡有什麼最強 大家好 我是蔣怡 然後我是水龍喜 然後因為 在高中一直都有在關注Face的消息 所以就覺得 也是覺得今天的強者實力最強 實力最強 好 大家好 我是現在法律系三年級的女士 然後我第一次有成要過 就是也是費斯聯盟公局辦 然後這床律師的講座 然後這次看到就覺得 很有關聯想要繼續看其他的律師 大家好 我是有講 對 我也是關注其實這個 這個具體很久 然後我覺得 如果要定時在想完之後來 結束一下 跟現實社會比較不同 沒有影響性的一些 對 對 那 我是林醫生 那 我是在那 那 我今天是聊到期 就是想說 也是補償他如果有精 可能的話 對精神自己算出來 大家好 我是在接力 我再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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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七位 然後 我們正在準備一個類似 就是相關的議題 的舉本 所以來多聽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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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会蛮精彩的 注意过来 然后姜凯也曾经接受过这个 自载会的方法 所以过来 谢谢 各位大家好 我们都要去学来 然后我跟我妹妹过来 大家好 我叫吴童谣 我是把小包冲在那里的学生 然后因为我们历史老师之后 我一直 他常常就是在他里面的教导下 就对这件事情蛮有机 然后就想要知道 我本身一直偏就是这十辈子 只是想要你再加深自己的认识 再想过来 还是跟我们把你做出来 这边做出来 那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吴童谣 我是想说 今天还已经对你讲说 不是要对自己未来 或兴趣如何的方式感 大家好 就是呢 我今天是从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一个 就是网站的消息分享 然后知道这个讯息 然后本来就对这个就是 例如说冤逾或死刑有关心 然后我觉得说 台湾对于这个议题 不管是支持 或者是废除 刚好有很重大的一个争议 那我想说 看今天的那个讲师的一个 就是背景是律师 那我今天就是打算来听故事 然后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帮他分享给其他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委任 然后我们来自立法院 我会处理 然后我今天会来这里 大概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好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其实我去年有参与 好 应该是说第一个处理 就是其实Base 对 就是当然这里一定把自己想通 然后这是 确实就像刚刚 有客户有讲到 就是目前这个题目 其实在台湾还存在许多 大家都不想来讨论 对啊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 他可能 还需要很努力来做这件事情 对 对啊 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件事情 实际大家 比较有注意到 就是不论是运行案 不论是车祸 然后就会开始有人在参与 所以就是要实行 什么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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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剛好對民進四百百個基金會有問題 其實對於民主是一直都有興趣 所以就想來看看 然後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去年我其實有增加選戰 然後有我們的對手其實就跟徐志強案其實蠻有關係的 我想這樣子可能就有人就知道了 對 就我們的對手 對 然後看他的選舉過程中 對於徐志強案其實他也不太... 就是他應該說他其實就一直告訴大家說 他那麼明星是什麼的 那總之我覺得 就其實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挑戰學期 讓我們對於這些事情有了解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裴函 那我現在是菜鳥高中國民老師 然後當初是因為在大學的時候呢 平約在我們社CASE 跟約定法者遺跡 那也開啟五個司法人權的興趣 然後也很喜歡今天的三位講者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裴函 然後我今天是我旁邊的公民老師帶我來的 大家好 我是天翰 然後我是裴函 然後我是裴函 因為還不想看什麼故事 所以就開始過來 然後 然後我是裴函 所以我也是裴函 裴函作義的學生 然後今天是裴函 裴函作義的學生 然後今天是裴函作義的學生 大家好,我是莊光辰 然后我也想要先进行华旅行 然后本来的这个一级有点迷久 所以直接来看 继续是告诉我先去 阿妮是 我来入第一次 我觉得愿意评款前是一个难题 评款前后又是另外的 所以想要议评款 大家好,我是平常软轻 然后我会想知道 老师有在课堂上讲过评词场合理 然后我觉得 当代老师当时评词场 的特别人太多难道理 我现在比较评至评词 还在评测词上 大家好,我是观嘉 我是被今天制词词场的兴趣来订订 大家好,无论テクノーク 找大家可以看到资讯 想看看最近 带她去的 大家好我是千希 我是前面几位高中生的公民老师 然后 因为他们今天刚好学测完 然后就想说 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 其实原本想说大家大概不会比我 因为没想到 虽然很多人都非常踊跃的说要来参加 所以算下班很可以 我马上不能不来 要展清楚我很上进的样子 所以我就来了 然后加上我们这学期开了多元选修 然后有机会 通过司改会然后邀请徐志强先生来演讲 所以我觉得 在冤狱或者是死刑 或者是刑事补偿部分 还会需要恶毒一下 所以也就是这样有机会 今天有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评这种精彩的真实 也在 大家好我是医生 然后因为 就是上以来讲 有性的请之补偿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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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就是更能够多听听 就是 一般民众对于 愿与平常的想法 希望可以回到我们在推动相关记录的时候 可以把大家在意的点也都放进去 谢谢 好 可能有些人漏掉 但是 呃 愿间人真的蛮多的 就 我想我们自我介绍到这里为止 那 我们是不是最努力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主讲者 游柏祥律师 秋显志律师 以及罗世祥律师 我们请他们到前面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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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 你先说你再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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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今天是世界母语日 本来这个是规定要讲母语的 但是 但是 我想我们不要 暂时不要彼此伤害 我虽然很想用台语讲 但比较困难 好 略改 略生 什么可以开始讲我台语 好 那 呃 事实上我们在过年之前 我们就 就开始思考 这个题目 那当然会思考这个题目 的确是因为 郑庆泽案的刑事补偿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 事实上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在台湾 目前 就是 冤狱平反 死刑案 然后 冤狱平反的案件 最早开始是 就是 苏建和 刘炳狼 庄凌勋 他们是第一期的案件 那我今天 为什么特别穿这个 T恤就是 当时我们 声援他们三个人的 一件T恤 然后 这是他不是第一个案子 那当然后来 有 徐志强案 然后后来有 郑庆泽案 那 我讲的这些 这五个人 这三个案子 是在他们 活生生的状况之下 他们还没有被执行的状况之下 平反的案件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案件 是江国庆案 他已经被执行了 14年之后才平反 后来才得到了 补偿 那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案件是 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黑树 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冤枉 或不冤枉 因为他已经被执行了 例如2000年被执行的卢政 那还在进行当中的案件 还在救援当中的案件 还在救援当中的案件 包括司改会 包括 Face联盟 包括 缘役平台协会 以及其他的团体 都还在救援当中的案件 有邱和顺案 有谢志弘案 然后也有一个王姓不案 或许你们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些是 因为当大家在谈说 我对刑事补偿很有兴趣的时候 当然刑事补偿不仅仅只有死刑案件 但是我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有人对这个有兴趣 大家大概都希望说 不要用在自己身上 那希望不要有 这个使用的可能性 但是我也必须要很残忍地提醒大家 就是即便就是在死刑的案件当中 大家以为应该要最严谨的 所谓的死刑的案件当中 我刚才举出来的例子 它绝对不是个案 它一定有一个系统性上面的问题的存在 所以这是Face联盟 参与的一个角度 那当然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大概是我们这里面所有团体当中 最早最早开始 就是做所谓的死刑的冤案的救援 那当然还有今天没有来的台湾人权处境会 他们都是最早期最早期 就开始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很多团体在参与 但是这条路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自己参与在这个领域 入门这个领域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1999年 在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开始工作 第一个接触的案件 就是他们三个人 苏建合、刘兵郎、庄林勋 那如果从你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或许会觉得说 好像就是你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已经是被平反的状态 或者是他们至少被释放 但是案件在进行当中 那时候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痛苦 但是如果说你是从更早期 一路参与在其中的 例如尤博祥律师 然后例如邱显智律师 你就会发现说 在还没有被释放 还没有被救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那种急迫感 那时候的那种压力 那时候与死神赛炮 与我们的政府赛炮的那种压力 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我们这些局外人 都觉得这么的压力沉重的时候 你试想这些在里面的人 每天等待被判决的人 他的压力有多重 你试想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你的压力有多重 所以我只要先提醒大家 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我们可能讲说平反之后 然后谈死刑案件的刑事补偿 这么简单而已 那也容我提醒大家 苏安花了21年平反 他们12年在监狱当中 阿强花了21年平反 他17年在监狱当中 阿哲花了14年平反 他在监狱里面的日子 也是16年平反 对不起16年平反 然后在里面也待了4年 那可是 邱和顺在里面 目前已经11年 还没有平反 谢志宏在里面 已经19年 还没有平反 王幸福也是多年了 他平反遥遥无期 这是我的开场 本来就是 当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听今天这场演讲 之前他有多沉重 他才能够谈到最后的 这个刑事补偿 而刑事补偿不是唯一 是他更严重的问题 是社会富贵 所以我们今天的顺序 我会先让邱显志律师 先谈最新的案例 就是正庆则案 然后我会再邀请 尤博祥律师 谈 徐志强案 跟苏建何案 因为都是他负责的 最后我想要邀请 冤育平反协会的 罗世祥执行长 来谈谈说 那到底对于无辜者 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那包括他们也提出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这个草案 希望针对无辜者 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保障 那所以我会邀请他们每一个人 大概花20分钟的时间 讨论完之后 然后再开放大家 可能你可以提问 或者是你可以 就是也发表你的感想 或许有点创意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如何的 可以做到更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构 那第一个我要邀请就是 邱显志律师 大家知道他最新的身份是什么吧 那个好 那我想我就不要多说了 这个就请安安律师可以来 然后为我们讲一下 正经责案的一个状况 我们掌声换给他 因为 因为朱律师都要站着不讲话 我做得不太会讲 不好意思 然后今天 这个为什么 来到这边 就是因为 要来当主讲人 这之一 那为什么要当主讲人 就是因为 林琪如果 跟我邀请的话 跟我提出 要求的话 只要是合理的 我绝对不会拒绝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提过 不合理的要求 那 我看到 我看到林心仪 就是说 这个是很感触 因为 民国一百年的 这个真的是 这个 这个 二月 我第一次到 市感会 然后我就遇到 林心里 然后我就开始 说要做 那个叫做 郑庆泽案 就是这样子 但是到了 一天市感会的时候 林心里就 拿着一个 录影机 它叫每个参与的人 那个 讲一段话 然后我就很害羞 我就觉得 这个人到底要讲什么 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尿尿 市感会只有一个 厕所 然后 在厕所前面 他又叫我讲几句话 我就知道 我知道 他要尿出来 什么之家 对着那个摄影机 讲一句话 但是我都已经忘记 我要讲什么 但是 在那个moment的时候 我觉得 他的行为很乖 因为我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冤错案 而且是一个死情案 那大家如果认为 都是冤错的话 那不是很快就要 被平反了吗 那就可以去做别件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 讲一些什么话 什么要 为什么要记录下来 我不懂 过了几年之后 我终于懂 因为一直被复回 一直被驳回 一直被驳回 我就终于懂了 哇 原来这个就是有经验 对不对 那 要记录这个过程 这样 那讲起来是蛮心酸的 也就是说 名为百年的时候 我进去看 我所看郑敬哲的时候 当然就是替我的老板 罗宇森女士 看的时候 当年 那个 郑敬哲刚好 42岁 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那他要在过了 五六年之后 他才能够走出这个 台中看守所 那这个过程之中就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死刑定验的 这个死刑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概 毛布总共执行了五波的死刑 那很妙的是说 他执行死前 实刑后来 他就变成 都是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 然后 每次执行的时候 他就会 那个迷心颖 就会传 传讯息给我 那我刚好 因为我人是为新主 但是我在台中职业 所以我习惯就是说 到了星期五下午 我没什么事的时候 我刚好 去台中看守所 台中看守所 离高铁站蛮近的 然后就骑了摩托车 去台中看守所 然后跟郑敬哲人聊天打屁 就是说 回家后来 然后 然后再 骑摩托车去高铁站 然后坐高铁回新主 结果 我沿着那个西洋 旁边有一个 我的秘密路线 就是我那里 骑摩托车这样 比较没有车子 然后 我就会骑到 就是看完正信者之后 这是一个活生产生的人 就是律师律见 都可以摩托到他 你就可以跟他讲话 然后看到他笑 看到他可以聊天 那因为 就是说 我每个礼拜都去看他 他实在台手了 所以就是像朋友这样 我买讲 结果 如果 骑到一半的时候 不然接到林欣宇的 转检去说 你华部有执行史 请你帮我看一下 那个 正信者有没有事 我跟你讲 你接到那个讯息的时候 连我自己 因为 那个人是刚刚 在差不多20分钟之前 你在跟他讲话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 接到这个 这个讯局 说华部在执行自己 那骑摩托车真的 就差点跌到水影 像我 买一个 买一个 怎么办 那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是过得 非常的 恐怖的日子 你来想像 那个 那个状况 但是呢 他 他有明确的是 冤枉的 所以 这个 对律师来讲 这不敢想像 想到 想到 偷批发 那有一次我跟我老板 我秉承律师 在星期四的 到下班之前 就接到 张俊芬 就是 那个 那时候跟林欣怡 就是 就是 唯二的两个废石烈红的 成员 那 的 员工 这些员工 成员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好 行动 然后呢 张俊芬就跟 努律师说 他听到风声 星期五 把握部要执行死刑 然后 那时候 刚好我们第三次的 非养上述被剥掉 那 依照台湾的 这个 这些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 你要你死刑犯嘛 你已经被判死刑了 对不对 你要有 这个 有非养上述系组中 再审系组中 或者是申请到 完结事 你才 不会被法部执行 那时候我们的非养上述 刚好被剥掉 那他什么都没有 等于是说 他 四线 然后非养上述 他站着什么都没有 好 怎么办呢 加班 像现在这样 你绝对不敢回去 就说 不好意思 走了 拍玩笑 那是一条人命 所以呢 我就跟努律师 在师父所继续 做撞子 写东西 这样 我一边写 一边改 一边办 结果搞到12点 搞到12点的理由 是因为 助理都下班了 人家印东西印不出来 诶 真的会疯掉 你知道吗 真的会疯掉 然后 卓律师就发明几招 就是说 他把纸遮住 然后怎么印 因为反正就是 搞到12点 搞到12点之后 我们终于印出了 他身体在神的状 好 隔天 就开始 我从新竹出发 做最早班的高铁 做最早班的高铁 南下屋日 做到屋日 做到屋日 做到屋日的时候 我的大学工学 他叫 保元 他也是个律师 就是 集摩托车来载我 载着我 天啊 那个摩托车也挺辛苦 因为他身材不太多 但是我们非常辛苦的 从屋日 一直冲冲冲冲 请往车冲倒 还用高费列 然后递了一个状 盖一个杖 好 那你就递状了 递状之后要到哪 因为法务部长不会知道 对不对 所以 再载我给他屋日 然后再坐高铁 然后再到台北 那台北 来着坐进行车 到法务部 法务部之后呢 就带着罗律师 写给当时的副长 永夫的信 然后把那个状 再跟他弄上去 然后再把那个 台中高费列的挫张 弄下去 那信的内容 大概就是说 我们已经帮正信哲 这个事情 帮神明栽神了 请部长 要记得 这个刀下留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实施执行嘛 ok 然后就 第一线区 第一线区我记得是 下午2点 因为赶不及中 所以就下午2点 下午2点 下午2点我从那个 重庆南路 在那边 走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就要转腳 滴了之后就开始 时间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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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数嘛 数看看 数到 这个 4、5点 看 看新闻会不会怎么样 这样 所以我就 漫无目的的 走在 台北的街 走到游魂 然后就从 那个重庆南路这样走到 走到 那个火车站 然后回到新宿 这样 终于到了 4、5点的时候 欸 没事 然后还觉得说 喔 比较虚啊 真是 真是 心上 一块 一块石头 掉下来 不知道不会讲 就是比较安心的感觉 然后 然后有一次 很巧 我现在 跟大家讲一下 那恐怖的状况 就是 有一次 刚好很凑巧很凑巧 政经者跟我另外一个当事人 就是关在一起 那当事人是一个犯小案件的人 那平常我都是 当事人 这个 小案件当事人 坐在这边 然后 这个 政经者坐在这边 因为台中 台中看守所 他从前 就是一个桌子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所有人都看得到这样 台北不是这样 那台中是这样 然后我就 全部把他 当事人都列成一旁 可是那一天刚好 政经者都要有人来 来找他 比如说 学生啊 或者是老师啊 什么的来找他 所以他就不在 然后就是我那个 当事人就 出来 出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欸 啊 政经者 平常啊 在社房 都在床上 因为他是事情犯欸 是爱得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透过 适途透过他的室友 去探知他的私生活 对不对 结果 我那个当事人就跟我讲说 喔 这个喔 如果 一收封 提早收封 正经者 我也都 病丁了 因为提早收封就是要 执行事 所以 每次 看守所 如果 驚奇入校 提早收封的时候 政经者就会 一直问说 欸 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好 因为提早收封就是要把 收封人 就不赶到 这个 这个老房里面 然后他们就开始执行事情 那执行事 你怎么执行 他就是 一群人 在台中啊 一群人 拿着担架 因为他怕你说 因为你必须要再走到台中监狱 执行的地方在台中监狱 在隔壁 所以他就要带着担架 一群人 往你那边 通过来 好 然后 有好几次 真信者都以为说 那些一群人拿着担架 要来 要来 躺的人就是他 好 所以这种 精神压力 是很恐怖的 对吧 然后 有时候他会在 我那个当事人说 有时候真信者 欸 今天他没来 所以可以 可以把他讲出去 就是说 他会在 他的牢房里面 尖叫 真的 就是 压力才太大 然后 尖叫的时候 他会喊说 他会用台语说 为什麽才不公平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就是 很生气这样子 其实是 很 很 心酸的一个过程 好 那最近就是说 这个 实在是 过年的时候 这实在太沉重了 因为 正信者的行仆 基本上就是说 你每次被 拘 拘 拘一天 白关一天的话 他要赔偿 你也就是 三千块到五千块 好 那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天哪 他被 白关了五千两百三十一天 而且 而且 这五千两百三十一天 不是说 他怕你无期徒刑 或是怕你二十年 那你要扶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然后你每天就在那边数满头 就好 不是 那五千六百三十一天 是随时都有可能被拖去枪毙 在这样的恐惧 而且你实不明末 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结果法院竟然是判四千块 就是 就是三千到五千 我们当然是请求最高的五千块 因为他是判四千块 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是说 他在开庭的时候 这也是 坦白讲 这是我这辈子开的唯一一次刑部 因为我参加的 这个 这个 冤汉的律师团 只有这一件走到这一步而已 其他人都 都还在悠悠的 在开战神的 在神里 就是说 那 我们要呈现出 目的就是说要呈现出 他在 牢里面的生活 那种痛苦是 三千到五千的话 是最痛苦的 the most 对不对 最痛苦的 那我现在讲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那当然是最痛苦的 因为他是被判死前 那是随时 要被 枪毙嘛 对不对 跟有期徒情 是不一样的 但是 法官的问华就是说 好 我要看说 你在入狱之前 你在被白官之前 你在做什么 比如说 你如果是医生的话 哇 你每天可以赚很多钱 那你的十四年的牢狱生活里面 可能国家就要赔偿你多 我不知道 可能是这个意思 然后 正经者 在 入狱之前 他在夜市摆摊 所以就是夜市人生 但是夜市摆摊 如何能够证明出那个收入 非常的困难 好 然后 就是说 那 那到最后 我们只能传唤他的妈妈出来作证 好 就是说 正经者的妈妈 好 就是在法庭上面 然后 然后我来问他这样 其实我问了之后 我是非常的觉得 于心不忍 好 就是说 那这妈妈 这妈妈也是非常快意很熟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会觉得有时候 我们是来问他说 那你觉得 顺健者 你这个 桂林当 就是说 入狱之前 他对你 他对家庭的贡献是什么 他对你好不好这样子 那他当然 他会 他就会用法庭说 当的也好啊 然后下一句就呛法官说 你把我的孩子用到这样 三十四回官 到四十八回 他现在都 他很care一点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都 接了一生啊 那你要怎么还他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譬如说 郑庆泽的弟弟 就结婚 然后 有两个小孩 那郑庆泽本来在 这个是 就是说 郑庆泽不在才可以讲 就是说 郑庆泽 其实本来有一个 跟他交往非常好的女友 然后 然后 那几分假 那女生都会 开车来陪他一起 中天 其实是一个 蛮浪漫的故事 然后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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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礼拜都看他的时候 实在是讲到 有过五条 我就 都会乱问 我问他说 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探知吗 有啦 啊 你的入园又是 那个 谁都怎么样 就是微博 这好奇的嘛 他都会告诉我这样子 然后 最后他就跟我讲说 后来 入狱之后 被判了死刑 明明跟他这么好的 一个女生 到最后他就 不见他了 因为你可以 你可以选择不见他 就是说 他要来看你嘛 那你是收容人 你可以说拒绝 我不要看 那女生就 非常的生气 但是 当然 自信者的苦心就是说 希望他再去 找别人这样子 其实是 非常痛苦嘛 那女生 我 我后来 听郑妈妈的说法 就是说 他就打电话去 去给郑妈妈 那郑妈妈就 接起电话之后 知道是那个女生 她的女友 就跟她说 不妨碌啊 你能不能夸心啊 不然呢 怎么办 其实是一种 乡下人 非常的无奈 就是说 一二再再 一直判的事情 到最后的事情 定业 那要怎么办 所以郑妈妈 他其实一直在 对这个司法 一直控诉 就是说 那 你要怎么办 本来他应该有的 如果 顺利的这样走下去的话 他的 人生 还给他 那真的是 没办法 没办法弥补啊 那就是说 2016年5月3号 这辈子 永远 不会忘记的 所以如果你加入 因为刚刚有一些 读法律系的同学 还有平原的志工 如果你加入 二月一旅行 会一起来帮忙的话 你会有巨大的快乐 而且就是 永远忘不了的快乐 像2016年的5月3号的时候 我们全部人都要抱在一起 好不好 因为2016年的5月3号的时候 郑金泽真的很成功的 走出了看守所 那就是 有一种 很像梦幻的 梦幻的感觉这样 那 那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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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虎的这个 这个体系 等一下 刘律师跟 这个思想 可以再跟大家介绍 我只是要说一点 就是说 实在太诡异了 这个诡异就是说 那法官 他就 开了一庭 你知道吗 他开了一个 一个法 开了一次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就 就五二三一天 然后 就写出一个刑虎的这个判律师说 三千到四千 三千到五千 好啦 因为你 你本来 你就赚得多 嘛 好 然后 就是 就是 看起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当时 在这个判发的时候 你也在场 这一点是 不是觉得非常迷惑 好 就是说 今天都已经证明说 他是一个冤枉的人了 好 那 你 你去指责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是 我觉得有匪夷所思啊 然后就是 这么 这么的粗糙 然后一次 然后就 判说 应该挡个折 然后 判赔四千 然后我们又 又复判 然后又被 剥回这样 好 那国家 假设 就是说 在这个刑虎之后 就是一天是 一天是 国家 基本上 对这一个 人的 这个受冤案的人的 生活上的照顾 心理上的 这个 照顾各方面 完全都 没有任何的 这个 已经 没有其他 所以是 讲起来是 也是 就是 蛮残酷的 好 那另外一个 那我最后再提一个 就是说 我之前有跟 都是想讨论过的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被 侧子撞到 好 那 所谓的精神未属禁 啊 依照 这个 如果你当死亡的话 就是 这个 父母是一配偶 但是如果你是重伤 或是 有受伤的话 他可以准用 195 这样 就是父母之女配偶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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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精神未有金 在德国叫做 叫做 惊吓的损害 的请求 精神上的损害请求 这样 其实 就是 在这个案件里面 能够请求国家 做这个行事补偿的 至少我自己觉得 至少还有 郑敬哲的父母 因为我去问他家有非常多事 每次 他爸爸 他爸爸妈妈都在种田 然后他妈妈一个眼睛看不见 然后年纪都 非常大 这样子 然后 就是 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 觉得说 为什么一个人被 好的 然后我儿子被拖家 找去 那就这样抓去 那有一度 郑敬哲已经绝望到说 因为他妈妈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 因为他都所知 有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 才可以 礼拜日啦 才可以去 去面会这样子 去 然后就隔着那个玻璃 然后拿着那个电话 郑敬哲 最后就跟他妈妈说 他想要卷診奇怪 已经谈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 因为 这讲起来蛮残酷的啦 就是说 事情 不然你如果你答应捐赠器官 的话你的家属 至少还可以得到一笔钱 所以即便你是冤枉 即便你一直冤枉 你死不瞑目 但是你想到 你家乡的父母那么老了 然后 你作为一个儿子 你都没有去照顾他们的 老年生活的时候 你会想说 那我签下 这个死亡 这个捐赠器官的这个 这个土地书 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这样讲 因为他妈妈 听到之后愣了一下 马上就跟他讲说 你买公这 就是 不要再讲这个了 所以 那种父母 每天一直担忧说 他的儿子 就是说 可能会含冤而死 那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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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没办法去 就是说 就是说 要 我去 我就不会想到 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非常非常的心痛 这样子 所以整个 幸福的体系里面 我觉得 依照目前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 非常的 粗糙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 常 就是被我推坑 然后去帮 真心者送便当 就是 台中的鱼鱼 共融厨房 的这些伙伴 其中 那个执行长 那个苏文文 他是我的好友 他在看完 那个幸福的体系之后 他觉得他非常神奇 因为他觉得说 为什么 法官 都没有 表示 潜意 好 为什么法官都没有 表示 潜意 但是如果 我从律师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很想要跟苏文文说 因为那个 这个判的法官跟 现在神能的人不一样 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不敢跟他讲 我觉得这样 他的意思 就是说 司法为什么 在这个行事资产法里面 没有对这个当事人 道歉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苏文文他跟我讲之后 我也觉得说 有道理 应该 应该有这一项才对 好,大概我的分享大概這樣 謝謝大家 剛才顯示描述的執行死刑的那一天 在台灣很荒謬 因為我們現在最近執行死刑都是這樣 就是媒體會先知道消息 然後跑馬燈會先跑出消息說會執行死刑 但是當事人不知道 家屬不知道 律師不知道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 可能到下午2點多的時候 開始跑出名字來 猜測的名字來 但是要一直到晚上的時候執行死刑 所以每次我們都會在中午的時候 接到記者問說 今天要執行死刑了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當然不知道 然後我們只好想盡辦法聯絡各個律師 然後各個律師 然後各個律師 每個狀況都不太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 可能的名單是誰 那有時候媒體爆出來的名單 跟真正執行死刑後來也不一樣 那所以只能在最後一刻 還是想盡辦法去做掙扎 那我們也曾經有過真的就是 跟著司改惠然後跟著很多人 就一起真的就到法務部前去跟他們說 真的真的現在執行死刑真的在法律上面還有問題 但是不管我覺得如何努力 真的都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說我們在跟死刑賽跑的這個過程 我們很少真的非常少 就是我們可以贏得過死神 那接下來我想要邀請的是由柏翔律師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案例真的非常非常少 死刑的刑事補償案例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覺得他大概是難過了所謂的比較好的狀況 以及比較糟的狀況 那因為徐志強他是用每天五千塊的標準 但是蘇建合案他們的標準非常低 是每個每天莊齡律是一千二 然後劉秉郎跟蘇建合是一千三 那等一下他當然會講更細節 但是容許我談一下這個判決 因為我看到也是非常非常憤怒 因為他說第一個他講說 如果你沒有承認的話我怎麼會判錯你 所以你也有責任啊 你幹嘛當初為什麼要承認 你們一定就是如果你沒有承認的話 我不會錯判這是一個 這是我用白話版本講的 另外一個是我那時候看不太懂 因為他花了很長的篇幅在講說 誰也有冤獄誰也有賠償 然後他的背景是什麼 什麼學歷是什麼工作是什麼 就是講了很多很多例 我那時候有點不太懂說為什麼要寫這個 後來我懂了 因為他說你們三個人當初被抓到被判刑的時候 就是很年輕十八九歲 然後你們有人沒有工作 有人還在待業 有人還在幹嘛幹嘛 所以你們不是法官 不是專業經理人 我不需要賠償你們那麼多 但是我必須要問 蘇建和、劉秉郎、莊明勳 他們當時十八歲、十九歲 如果他們沒有被關進去的話 沒有這十幾年的冤枉的話 誰知道他會不會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會不會考上法律系成為一個 比尤波香還厲害的律師 誰知道他們會不會有其他的發展 你如何能夠說因為你十七歲、十八歲 然後你就說你這一生不值得期待 就是因為你剝奪了我的可能性 那這種判決我那時候 我現在想到的還覺得 真的是非常氣臟發生 當然還有更多令人生氣的事情 所以我想就邀請個 我想律師來問完詳細的說明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他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他 要站著一下 然後我就知道陪著你站著一下 OK 你剛才站在這邊這燈亮照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嗎 他要習慣 你習慣了 他站在你旁邊下面 我稍微要閉一下 OK 我不曉得為什麼那個 正信哲案的刑鼓的法官 會決定四千塊錢 陪正信哲一天 不過很確定一點 就是每一個這種冤案 不管是不是被判死一個冤案 到他被平反的那一天 我們在問刑事補償的時候 其實問的問題都一樣 就是失去的人生 該怎麼樣補償人家 就是我這樣聽問 失去的人生 該怎麼樣補償人家 所以剛才林欣盈很憤怒的在講說 說誰知道 如果說當年蘇健和他們三個 沒有被抓進去的話 他後面的前途會怎麼樣 誰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嗎 不過 我自己倒是可以講講我自己的案例 我手上親辦過的案例 的分析 那好像今天文宣講到的是 許志祥案 不過許志祥來說真的 因為五千塊錢 一天 如果以家媳婦來講 可以補到頂的 那有什麼好講的 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們來講蘇健和安 蘇健和安比較值得講 因為蘇健和安比起來 我們怕是目前為止最慘的 他們三個 他們大概是國內 至少在民主轉型之後 第一個被拿出來救援的案例 那這個案子也 救援 事實上是冤案救援的限額 救起來也可外的辛苦 救起來也可外的辛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曲曲折折 那從這個曲曲折折的歷史裡面 也許我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為什麼法官成立他一千二比一千三 兩個一千三比一千二比一千二比 這個地方不行 那每個人看到 有通通經過這個案件 救援過這個案件 你知道嗎 律師也好 資工也好 看到這樣的一個辛苦 才律師找得非常的憤怒 我只覺得說 法官在修復這三個人 就擺明在修復他 那這三個案件 案件的案件我們不要講 我們講說他有救援的歷史 在實行判決確定之後 當然就是在救援 那時候是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民主轉型才剛剛開始 那他的前來的律師徐文斌跟蘇友成 又開始帶著這個案件到處去喊冤 那如果說你們有看過那個 東木派的那個島國殺案集事 我想你們大家都對於 委員會一場記者會會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一場記者會就是因為 最高法院對於外界質疑這個案件判錯了 是冤判非常的不以為難 所以最高法院的法官 自己就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們絕對不會判錯 我看那個螢幕 我在螢幕上看到那螢幕幾個項目 都非常震撼 那些老法官都穿著那個 那個叫什麼中山莊 是不是這樣 所以那個打國魚序 其實還蠻明顯的 法官穿中山莊 所以開記者會 然後法官講說 我們都是最優秀的 我是某一期司法官考試第一 司法官考第一 那個看過司法官的另外一個法官是第二年 然後誰誰誰是第三年 我們都是最優秀的 然後一百多個法官會生理過這個案件 那都是最優秀的法官 難道會判錯嗎 不會錯 不會錯 所以我們不會判錯 因為我們都很優秀 這螢幕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最優秀 所以不會判錯 好棒棒 那不是吧 司法判決是人在座的 人在座就一定可能會出錯 機器在座 臉到一天頭到頭都會判錯 不光是人在座的判決 整個司法判決的過程 每一個環節 看起來有很多環節 那我們的法律教科書 在教學的時候都告訴你說 為什麼要這麼多的環節 這麼精密呢 那就是因為怕出錯 那不好意思 只要一個環節出錯 我們就全部都錯 最常說今天的情況就是這樣 每一個環節分析下去都是如此 那書件回來是除了錯 一開始前幾個刑囚 那刑囚 檢察官跟警察在刑囚區 去刑囚都不行 然後檢察官你要講說他有刑囚 好 因為直接就有什麼 那警察也刑囚 這很清楚 那檢察官後面對於刑囚方面 當作沒看到 然後就寫出這個案件 法官也當作沒看到 也不查 所以就這樣打下去 就輸錯到你了 所以法官做判決出錯的 其實我們對於法官也不會苛求說 你沒一個案件 你不可判錯 但重點是只要你出錯 就是別人的人生陪進去了 生命也可能陪進去 就是這樣子 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 比較健康的來看這件事情 那至少在我看起來 最關懷疑的這幾個辦法 看這件詞文太多 以我的標準來講他們是健康的 不可能承認錯誤 不可能承認錯誤 我們都最優秀所以不會出錯 所見的案件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 開始救援的 那你可以想像在這個 救援的過程裡面 到開心再次 中間經過了好幾年 心儀應該有參與 我有參與 我會去紀蘭教會繞行過 有參與 有參與 我在座也沒有參與過 這個紀蘭教會繞行 沒有時候會有去 在紀蘭教會繞行 然後對外南路上綁持絲帶 那是最早的救援行動 那我們在外面救援 那裡面的那幾個人在幹嘛呢 就每天等個死啊 徐志祥跟那個蘇建伯都跟我說過 在死牢裡面 等死死的感覺 就是每天晚上收工以後 就剛才那個 那個邱主席也有講的 收工以後 你不曉得 會不會看到你一點早早的太陽 好 那那個徐志祥是跟我說 家裡頭有幫他準備新的衣服 新的鞋子 就放在老房裡 設房裡頭 幹嘛 就等上路啊 因為 要幫你撞去執行 所以半夜會來 把你帶你拉走 要把你拉走 要把你拉走的時候 就換新衣服上路 所以每天晚上 要睡覺之前 就把那一套衣服 擺在睡覺的地方旁邊 那裡面有床鋪 設房是沒有床鋪的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看守所還是沒有床鋪的 大家都是睡地板 那所以那個 有那個鼓勢的人 那個最肩膀突出的人 去那個看守所裡 你就會非常痛 因為你會痛得不得了 一般是很低的 每天晚上就在等死 像那個 劉比狼子自己講 他說 剛受到的事情 確定他已經難清天了嗎 每天晚上都不麻睡 幾天下來 只能把他擺了一半 他講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精神壓力 有多大 可以想像 那我們在外面救援 那裡面在等死 那這個救援的過程一直到了民國 八十九年還是九十年 忘掉了 再久忘掉了 就在此才能獲准 中間經過了很多年 那這很多年的過程裡面 就是外界社會不斷的累積 對於這個案件的批判 當然這中間過程裡面 明天司改會也做了 歷史上第一份的 判決組件書 說這個案件是有問題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媒體 也有一個深入的爆發這個案件 等等 其實這個冤案的救援過程 事實上就是由於主宣型化的過程裡面 會激過的一部分 我們開始在想 在過去 威權統治時期 對於司法 堅持的一個底線 威權統治時期裡面也知道 司法是被當成是威權統治的工具 所以 司法怎麼可以判錯 判錯到威權統治 就會 連代表波及到他的權威 所以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的載子幾乎是不開門的 原因也就在這個地方 載子一旦開門 司法的威信會挑戰 那麼他作為威權統治的工具 就不好用了 那長期以來 這樣子的歷史經過之後 我們的威權統治 我們的司法人員 就會認為自己是神 都會被當初 絕對不能挑戰 所以 到了89年 還是90年 那個時候在神才力準了以後 事實上在整個司法體系裡面 對於這個尊於開啟再神的才力 是非常非常不以為難的 你想想看前面最高發言的學長們 都已經開了 記者會說 我們絕對不會犯錯了 就你後面這個學歷 居然可尊於開啟再神 這個 不是給學長們 不給學長們面子嗎 有功能的挑戰學長們的權威 所以這個法官事實上 居無所知道 在裡面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據說 三天兩後就有人去 通過探知 我們這一組打算 這個債生的案子要怎麼判 這不可以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他同事 結果就能打探 要給他壓力 不給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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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訊息就不斷透過 這種私底下互動 傳遞給他 結果後來結果你們也知道 在審裁令就真的 判不罪 在審以後就真的判不罪 據說 在宣判當天 整個最高法院的刑警那邊 都在判出宣判的結果 有小道消息是這樣講 就是說 那個轉播的結果說是判不罪時候 大罵 你說在法院裡面就大罵 最高法院就大罵 想這個人也敢判 怎麼可以判不罪 所以這個案件在判不罪之後 在審判不罪之後 上去 被難關上訴 很快的 就 發回來 那我是在這個案件發回來 再跟醫生的 所加入這個 醫師團 前開始參與救援的行列 那個時候大概是0595年 他是92年忘掉 那我看到那個再跟醫生發回來的那個最高法院判決 我看應該我們下一條 那時候綠團在開會的時候 團長就問我 我說你對這個案子的判法怎麼樣 那我當然對這個案件的那一個 判法是認為說 這樣的證據怎麼可以判下死刑 有太多的瑕疵 而且在在審判的時候 事實上經過調查之後也很確定的告訴我們 他有再少證明 我們都查了 那你覺得是判件有個機會 我看一看以後 我們好像說 班長 我必須要跟你這樣講 最高法院已經幫你把 幫跟醫生的法官把死刑判決寫好 把有罪判決寫好 跟醫生的法官只要照著抄就好了 班長就很神奇 不太理會了 不過班長那個很有風度 所以他就聽一聽就 但後來你們也知道 跟醫生的法官有罪 又再判了一個死刑 所以這樣只有跟醫生的法官有罪的時候 又再上訴 再上訴 以後因為 外界的批評聲浪還是很大 說 實在是太有問題 又判一次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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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去又回來 跟醫生死 跟醫生死 跟醫生又判一次不罪 那這次是誰來終止 跟醫生的 這場司法鬧不去 是誰來終止 立法則終止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法律 還不了 才在看叫做什麼法律 叫做刑事妥訴審判法 這個刑事妥訴審判法 規定說 像這樣 公理傷害的案件 對於司法來講 公理傷害的案件 聽得懂嗎 九年痠痛的案件 不要再玩下去了 判得看 所以判了兩次 就是無罪判決之後 就撿到罰票再上訴 不可以再上訴 不可以再上訴 所以案子到這邊終止 案子到這邊終止 就無罪決定了 之後才知道案子的形式不差 好 那我們從這樣一個 九年痠痛的殘送過程 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以我這一個的看法來講 我認回 這個案件 救援起來 那個難度 比後面的難度高很多 可以看到這塊案子 對這個案件的姿勢 有 有 這麼講 你只要判了無罪 他就不滿意 他不一定要罰回來嗎 然後 判了無罪之後 判了無罪之後 發官的判決裡面 連有罪判決都替下去 寫好 這樣 現在只能知道造草而已 你就可以知道說 對於這個 無罪判決 他們 抗拒有多想 所以事實上 我一直在覺得說 在我心裡頭 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書建合他們三個 是跟整個司法體系的打官司 但不是只有跟一個法官打官司 他是跟整個司法體系的打官司 特別是跟那些 判過他死刑的法官 而且現在還在過法官 在跟他打官司 所以 這個心態 無可避免 我覺得 我就會影響到 後面 在行事補償的過程裡面 那個 審理行事補償的法官 在行事補償的法官 你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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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 被關在牢裡面 被關了那麼久 他們才能被關幾年 你要講幾年 九年 關在死牢裡面九年 然後 失去 然後後面出來 又要繼續打官司 打個二十年 失去的這個人生 到暗經古絕 讀罪區 十二年 十二年 關十二年 那中間一大段時間是死球 好 待死 然後 放出來之後 再死犯覆罪 放出來之後 繼續打官司 打個十年 人生 最清華的死亡 都在打官司做好 像這樣 失去的人生 該怎麼負償 一天一千二 一千三 講得過去嗎 有人會講說 都要做好過 你要嗎 都不用做工作 然後在那邊 平衡 那一定是一千二一千三 你要嗎 那一千二一千三 會不會太過分 法官怎麼做得輸 這種裁定出來 法官怎麼做得輸 這種裁定出來 我埋思不得心情 我只能這樣子拆 我只能這樣子拆 那個案子 在辛苦的過程裡面 在辛苦的那一天 我講一下這個故事 大概有一個人 在網路上看過 我來講這個故事 各位 在辛苦開庭 在辛苦開庭 你知道嗎 開庭前一天 那個處理辛苦案件的法官 就 叫書記官傳了一份 預先做好的評論 過來給律師人員 給我看 我弄不住了 小弟我做律師 到去年剛好滿二十年 那做辛苦那一年 至少有做十幾年吧 開庭前一天 開庭前一天 至少有做十幾年了 沒有碰過 法官預先把彼律做好 然後叫律師確認說 彼律這樣記載可不可以了 沒有 那在那之後 也沒有再碰過這種類似的情況 很詭異 非常詭異 然後再上 看司法院的那個網站一看 喔 刑谷居然還有新聞稿 明天書案要開刑谷 然後司法院有一個新聞稿 發出來 廣標記者來看 書案的刑谷開庭 所以判谷最確定的 然後你還叫人家來看刑谷開庭 是什麼意思 那果不顯然就一堆記者來了 然後一概定 法官起見中規中矩 他就 照著那個筆霧 開始照著筆霧去走 法官你要照筆霧去走 那我也沒有意見嗎 那筆霧看起來也還好 那沒想到 走到最後呢 最後一個程序 就是問說 那你們當事人 對於這個案件的補償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看法要補充呢 那書案這三個人 個性不一樣 劉秉郎跟趙黎居 可能比較畫少一點 書憲的話比較多一點 他個性就活潑 有時候有跟他接觸過 我們不知道 他個性就活潑 他就舉手 結果發願 他就發願 他就說 我一路走來 這原話我就不記得了 但意思大概是這樣 這個我一路走來 然後能夠走到這邊 終於得完生命 還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請同補償 是受了很多的 社會公民的反體的幫忙 那如果今天我拿到補償的話 我願意把我的補償拿出來 捐助給 拿出一部分出來捐助給 那個社會團體 他就這樣子表示他的願望 那表示這樣的願望 有問題嗎 不會吧 不會吧 不會有問題吧 志向高級 可是 那個法官我覺得很奇怪 聽到這句話之後 他就立刻講說 來來來來 記名筆錄 記名筆錄 請把這一段話 記在筆錄裡面 然後 記在筆錄裡面 要叫書憲和簽名 我心裡想說 這個跟刑事 他要捐助給誰是他的自由啊 然後 他這個補償 該怎麼給 法律規定是三千到五千一天嘛 那該怎麼給 那也是 你法官去審作 那是絕對不會去審作 那這個錢還要做公立 那你幹嘛叫人家寫 那我那時候還沒發作 接下來就更好笑 接下來就問書憲和說 來講清楚 你要捐給哪些團體 講清楚 你要捐給哪些團體 那這就過分了 那背後隱藏的意思 我的解讀 我自己的解讀 那個隱藏的意思就是說 法官其實在懷疑 這個案件 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從沒有爭議到有爭議 都是你們這些公民的 好不要亂 所以書憲和今天拿了錢 以後才要回饋你的 好 那莫非就是邪農 對不對 施改會 齁 齁 排泉會 整本 這些司法字體 齁 齁 寫清楚 齁 他的意思就是要叫那個 書憲和講的這個 但是這個就過分了 在我標準給這個就過分了 所以我當時我就站起來講了 說法官 那請問你問這個問題的行譜 有什麼關係啊 有什麼關係 然後他就講不清楚啊 我就問他說 根據行譜哪一條規定 你可以叫人家講清楚這個捐贈 不捐贈啊 講清楚這個補償 受到之後的用途 我的當事人在法名上講說 他發願要什麼做 我陪附他 願意把自己受損的人生 得到一點點補償 拿去捐助給社會團體做公益事業 但是這不表示你可以追問他 拿去哪邊使用 還要叫人家在皮膚上劃壓 在願意捐贈這個地方簽名 請問你規定 是照哪條規定 命人家在皮膚上簽名 然後他就自無其自講不出來啊 那接著他就講說 說這個行事補償 按照規定是准用民視訴訟法 那這個相當於 民視訴訟法上面的刺刃 這哪裡叫刺刃 法官這不叫自刃 民視訴訟我現在讀的不太好 民視訴訟法上面沒有刺刺案件多 但是我還知道這個不叫自刃 那這下他有講不下去了 他有講不下去了 就開始在五四三 開始在五四三裡講 結果這個時候 許文賓律事業動不了 那你說的就開始 許文賓律事業動不了 法官你要叫人家在筆路上簽名 話呀 那你法官大人自己講的話 是不是也應該要寄上去 我看你剛才講的那一堆五四三 許文賓律沒有講五四三 五四三是我講的 許文賓律事業說 我看你剛才講的那一堆 都沒有一個字寄到筆路上面去 請問你法官大人 是不是先把你剛才講的話 全部寄到筆路裡頭 然後再來叫我們的當事簽名 那 在法庭上面你叫法官把他講的話 一五一四的寄到筆路裡頭 大概法官就會跳腳 所以這位法官就跳腳 但是他又不能夠公開的 在法庭上講說 我講的話我寄到筆路裡頭去 因為下面做的滿滿的都是 記者 記者 有 我後來有拷貝 還好我有拷貝 你如果想看那天 看你的對話詳細紀錄的話 你上司改位的網站找一下 我去做文化上去 後來開始就開始出現大亂鬥 後來就是大亂鬥 這個法官就開始為了阻止我們 要求他把那個 他講的話 一五一四一個字一個字 寄到筆路裡面去 他就開始 東拉西扯 開始東拉西扯 那我剛剛很願意寄進去筆路 我就跟法官講說 法官你不記也沒有關係 我也知道你在法庭上面開庭 所以我也要把 剛才的那一段話 那一段開庭過程 當庭在法庭上放錄音 然後原音重現在大亂鬥 浪費時間 我也知道 不然這樣 我幫你做 本律師幫你做 我申請拷貝法庭的錄音管理 回去以後我把它做成 逐字逐句的譯文 然後再用書狀 遞到法院裡面的 你付卷 對 這樣子你就不用浪費時間了 那就踩到他第二個筒 這個更痛 你要求他起屁股更痛 那他就 不願意啊 大律師要考貝錄音 真的 對啦 這是你的權利 但是真的沒有這個必要嘛 後來他就開始要說服我說 不要考貝錄音 他跟我講說 我是很好的法官欸 我是很好的法官 他就開始念那個判決詞號 台灣高等法院 好 好判決 你有沒有讀過 老闆不好意思 我沒有讀過這個判決 你如果去讀那個判決 你就知道 我是多麼好的法官 因為那個判決是我做的 你讀那個判決就知道我很有人權意識 你忍住了 我也讀這個判決的義務啊 那接著他就開始講 就講 拿出第二個判決要說服我 他跟我說 某一篇文章你有沒有讀過 發表在什麼什麼雜誌上 有某一篇文章你有沒有讀過 趕快不好意思 我去問我 沒有讀過 雖然我自己聽到 有偶爾也會寫一些卓著 卓著 但是你講的那篇文章 我真的沒有看過 你如果看過那篇文章 你就會知道 我是一個多麼好的法官 我又認住了 但是我還是要拷貝文章光碟 這樣子你還是要拷貝文章光碟嗎 我這麼好的法官 你也是要拷貝文章光碟嗎 我死了 他就跟我講說 那這樣大律師 你知道嗎 全國只有一個法官 在監獄裡面睡過 在看守所裡面睡過 你知道那是誰嗎 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這麼不光纔的事情 那就是我啊 我就回答說 這麼不光纔的事情 我不會知道 不是啦 你誤會了啦 我當過監鎖的管理員 他是警戒出身的罷官 以前做過的 也是從警戒出身的罷官 我當過監鎖管理員 所以我很知道監鎖的環境 哇 你 我會稍微回想這一段 我就更齊了 你都很知道監鎖的環境很差 你還給他1,200 1,300 都不會太過分 然後這樣講完之後呢 又問我說 你真的要拷貝錄音帶嗎 我做律師喔 看到法官家我就更害怕 所以我就笑屁面跟他說 我還是要靠你 到這邊的時候 到這邊的時候 後面那些媒體的記者 已經笑得翻了 你知道我這次蠻沒看過 法庭上面 記者做了蠻慢的 然後法官講話 記者在向前一直笑 講一段就笑了 特別是講到說 我是多麼好的法官 那時候記者就一直笑 那後來法官看 我們部位所動 已經搞了快2個小時了 就找三位了 那你什麼時候聚眾的工程 就忘記了 那都願意見了 就筆錄簽名之後 就可以找 這個時候就不再堅持 要蘇建合講出 到底要捐贈給哪些民間團體 然後也沒有 堅持蘇建合一定要在 他說他要捐贈給民間團體 在筆錄上簽名 好 然後最後的結果就是前衛前三 好 那我只覺得說 從那個怎麼開啟的過程裡面 其實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法官其實 我認為他對於那一個不罪判 就是不以為難的 好 他對於最後附建合的後 不罪判就是不以為難的 也就是說 他認為說 OK 前面那個案子判你無罪 判你無罪 這個案件再跟三層判你無罪確定 那個是立法審慰立的訴訟法 所以才行為無罪確定 不然這個案件 我們司法界還有很多人認為他是無罪 他是有罪的 你們一點都不冤枉 那我陪你怎麼可以 好 我認為他背後的形態是這個樣子 不然我實在來想像說 一前二位跟一前三位 這樣的一個決定 你怎麼做得下去 你怎麼做得下去 而且你還說你在看守所 沒有錯過管理員 你也知道那種痛苦 你絕對知道那種痛苦 那你怎麼做得出錯 決定出來 好 所以 從這個案件的 從這個案件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刑捕這件事情上面 剛好就是一個案件 他在司法界裡面 有沒有被普遍認為是 是有問題的 原案的一個事情 可是 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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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案件 當他到再死不罪確定的時候 至少司法在再死不罪確定的 這個時間點 至少在法律上面的來項 已經 司法自己已經承認錯誤了 司法已經承認錯誤了 那你怎麼可以讓另外一個 沒有實際接觸這個案件 審判過程來發揮 繼續調散這個案 這個我們對判決的 真的 怎麼講 權威 利用這種案件去挑戰他 所以 你要問我說 在這個制度上 有沒有什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反白講我不知道 反白講我不知道 不過 也許有一種 考量 有一種方式 也可以考量看看 也許大家思想可以 幫忙想想看 就是 像我講這個例子 像我講這個例子 書案案這個例子 我不禁在想 如果說書案的刑譜 是當初 判書建和無罪 再跟三世的罷關 直接在 判無罪的時候 就來做 這個案子的刑譜 那也許 到最後做出來的距離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唯有你真實地接觸過這個案件的證據 而且願意判這個案件 無罪的那一個罷關 他才會真心地去相信 這個案件就是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才有辦法 射身處理地去 站到這個案件的 當事人 的位置去 就好好去看一下 這個當事人到底失去了什麼 如果說今天你的小 你這個後面 處理辛普德跟法官的話 腦袋裡面想來 根本就是不棄這個無罪判決 覺得這個無罪判決 在打我們司法的耳光 是因為司法受了事後 他被社會的壓力不等不低 心中充滿無罪判決 那麼這個時候在裁定 那個一千塊 三千塊錢到五千塊錢的 那一個補償金 那個時候 他就 會想辦法像這個案子 就是無罪判決的樣子 寫得好傷好傷 寫得那你心裡看不懂 好 那目的就是要 給你降到一千 二比一千三 用這種修入的等級 來告訴你 無罪判決 我說真的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有辦法 站在那個 當事人的角度 統領一下 這個當事人 知道這個當事人 想像這個當事人 在這一段 做的好 那個時光 來自於後面的訴訟 過程裡面 他失去的人生 我相信這個 任何人都不可能 做出一千二萬 或者是一千三 這個行為出來 任何人都不可能 那個判決 最後無罪的那個判決 也不是像刑符人 跟財力那樣子 任何的訴訟 不便操受刑求 他也把 操受刑求的一些證據 都列出來 三個人可以以為 他任何是被刑求的 另外兩人 沒辦法直接的證明 他被刑求 但是至少也可以的事 他說真的 你如果 在刑符人財力的時候 在想到這個問題 有一個人 在刑符人財力那樣 他被刑求 你會覺得另外兩人 也被刑求嗎 然後 會在下 這個財力的金額的時候 下重手 三千到五千改大 只要到一千萬 一千三萬 我想像不出來 我想像不出來 所以 我現在的想法 我真的覺得 也許 也許 我們的制度應該改變 你知道嗎 最後刑符人財力 確定 秀公園的那個法官 願意第一 我認出的那個法官 應該決定刑符的金額 這也許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我到現在為止 我對於那一個 蘇秉庫案的那個法官 那一天的法官 林夢荒 周一環 還有那個誰 他另外一個法官 可以去逛 你看起來 這三位法官在刑符 在那一個 宣判補罪那一天 表現 我是覺得很極上人 因為他們是 我認為是 我接觸過的唯一 一天的法官 在宣判的上面 不但判人家賦罪 而且 公開的 為司法 報錢的人家的錯 沒有錯啦 固然 不是我判人家 有罪的啦 可是我作為司法的議員 我作為司法的議員 我們司法犯的錯 剝奪掉人家的人生 毀掉人家的人生 我代表司法出來的人 所以這不過分吧 日本也有一個朋友 名的原案 叫做 兼加利益的原案 那叫 竹力事件 竹力事件 這樣非常有名 當年竹力事件被 再審宣判的不罪的時候 我們現在跟NHK 有很多 再審宣判的不罪的 那個畫面 日本的那個媒體 透過NHK 有很多傳播官的畫面 那我非常的震撼 那三個法官 是在法庭上面 站起來 起立 跟那個建家 徐公 道歉 對不起 我弄錯了 他已經失去了 日本人生 不好意思 這幫我弄錯了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台灣的法官 什麼時候 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書評公安在宣判 在宣判無罪的時候 雖然說英文他沒有徐公道歉 但是至少在業務上 還是很誠可 代表了司法去道歉 那我認為這是司法的進步 這確實是司法的進步 而且這也代表我們的民族專刑 事實上是有重要的一個程度 所以開始會有法官願意認出 而且當事人道歉 這個是一個民族專刑過程 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就 所以這代表司法不再能夠 不再傲慢 傲慢的司法事實上 能夠變成獨裁的工序 或者是司法報徵的工序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還是創辦成就 那就講到這裡 謝謝 所以後來他們三個人 每個人大概都賠了500多萬 可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在他們平反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家人 就是傾家蕩產的賺盡各種方法 到後來才有民間團體的介入 義務協助他們 那所以後來 事實上這500多萬一下子 該還的話 應該就是根本沒有多少錢 說實在的 那後來蘇建和他還是有 堅持他的承諾啊 因為他後來他到 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他去跆拳會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他現在在司改會工作一段時間 不是義務工作 是去那邊工作 然後協助這三個團體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也某種程度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實踐他自己的承諾 那那時候最早期救援就是這三個團體嘛 那Face聯盟還沒有成立 所以他就說 那有時候我可以煮飯給你吃啊 然後每次就來調酒這樣子 好 所以他非常公平 他很認真的想要去實踐他自己的承諾 那可是法官呢 我都覺得就是蘇建他可以做到這樣 但其他法官呢 然後我也想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三個人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 林薰他後來要找工作是非常困難的 那尤其是如果說你是一個更生人的話 事實上你會因為你是更生人的身份 所以那個勞工局他會有一些特殊的方案 協助你找工作 那如果你是一個被害人的話 那一樣也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法 雖然都做得不好 我不是說這兩個制度有多好 但是他至少有一個制度在那邊 如果你是被害人的話 可是約育的平凡者無辜者 他既不是更生人 也不被認為是被害人 我記得林薰曾經去找工作 他就想說 那他就去勞工局問嘛 他就說你又不是更生人 那我這個方案沒有辦法幫助你們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沒有落在我們制度上面的任何一個地方 他是司法的受害者 他是死刑的受害者 但是他卻得不到幫忙 那我覺得這是很荒謬 另外還有一個荒謬的事情是 我不曉得那個世祥記不記得 就是有一年那個林薰就跑來 他就跟我講說那個市民地院 發一個凡給他 叫他去領24塊錢 那他記不記得這24塊錢是因為 當初就說這24塊錢是證據 證明說你有參與 所以這24塊錢是拿24塊錢非常重要的吧 上面可能有指紋 上面可能有 就非常非常重要的24塊錢嘛 然後案件結束之後 市民地檢就發個凡 叫他去領這24塊錢 他本來不想領 但我們就 我跟布玉珍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 司法荒謬非常重要的證據 所以你應該要去領這24塊錢回來 所以有一天他就從 請假 然後從基隆跑到士林 然後布玉珍陪他去領這24塊錢 你知道最後他領回什麼 他最後領回一張支票 一張24塊錢的支票 當初害我 我也很想要看到 當初害他成為死刑犯 那24塊錢到底長什麼樣子 但沒有耶 那24塊錢早就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 領回一張24塊錢的支票 你去銀行可能還領不出來的支票 我歷史說司法充滿著那個荒謬 然後那個我不要再用時間 我就把時間交給樓市場 讓他幫我們想想看該怎麼辦 那我們歡迎樓市夏柔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約一平板協會這幾年 在做刑事補償法 我們等的第一個案件是陳彥飛 那他後來是 其實他的刑譜現在還在打 後來是一天三千五 那剛剛曾經者已經提到是一天四千 那許之強一天五千 初見的莊領勳 剛剛郵律師提到一千或一千三 剛剛先回答郵律師剛剛第一個 制度可能可以怎麼改 那我們瞭解其實在美國 他這個刑事補償 因為我們的行事補制度 他比較像是一個特殊的賠償 我們去申請國家賠償 那他就會看你 你到底受了多少損害 你到底關一天是損害是怎麼樣 那你關一個禮拜 關一個一年 關十年 然後如果你的刑期是死期 你的損害是怎樣 他會去評估一個額度 然後再來指示我們的行部 我一看有沒有可規則 所以他考量很多事情 那剛剛說起國外他們只看說 他有點像是一個行政單位 你來跟我領 確認你的天數我就賠一年八萬美金 那八萬美金如果折下來 就是大概兩百四十萬台幣 這是某一個州的立法 那直接看你的天數 算出一個金額 他不會再說我今天 一年八萬美金到五萬美金 要看你損害多大去做一個衡量 那你不要讓這個官員 不要讓法官也好 或是他的行政官員 有這個酌糧 到底你損害多重 到底你是高中生 你是大學生 還是你是立法委員 還是你是當主席 來判斷說你這樣一天的損害是多少 就我們不要做這樣的判斷的話 可能就會減少那個在刑譜的過程中 好像在接受一次審判 在受一次損害 其實剛剛那個蘇安的刑譜和鄭慶哲的刑譜 兩位律師都已經講了 因為我記得鄭慶哲的刑譜 後來有點遺憾 是一天四千 算蠻遺憾的是一天四千結束 剛剛此位好像有在螢幕上 跑鄭慶哲刑事補償決定的那個判決書 如果大家接下來回去有空的話 你可以找出來看 他的值本判決是五十頁左右 五十頁是一個很厚的刑譜決定 那他前面二十頁大概交代說 我們申請刑事補償我們的主張是什麼 剛剛看大概五六百好了 那後面十五頁大體上是法院審酌說 哇今天判你死刑 你受到刑譜 政府機關收證有瑕疵如何如何 所以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刑罰 你受到的是很嚴重的損害 看起來好像應該要賠五千了吧 結果話空一轉 可是你帶槍去唱KDM 他突然把那一個持有槍支這件事情拿來說 你可規則 那可規則這件事正是我們現在的刑事補償制度 在談說還要狠狠兩理 那可規則就覺得說 哇今天你要嘛就是跟老大去唱歌 或者是沒有做一些讓國家要懷疑你的事情 所以你才會捲入這場關子 所以你可規則 所以這一次我記得去年七月正義的刑譜開庭的時候 那一次開庭前其實我們滿緊張的 因為感覺好像要再辯論一次 你似乎要為了你的無罪再去上法 你去主張你的清白 你是真真實實的無辜 你不是剛剛好判你無罪而已 罪只是證據不足以判你有罪 剛剛好而已 並不是這樣 所以那一次就覺得說 法用會不會在刑譜這個程序中 再咬你一口 再吞 再要去傷害你一次 那補不起來了 那今天阿哲他沒有到 那前兩天他一直說他其實很想來 但他說他來他不知道講什麼 因為刑譜都這樣就決定下來了 那我想我們其實整個綠團 整個所有的支持者是都滿失望的 好那我回過台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在談的這個刑譜制度改革 那第一個案件死刑冤案 的確就是剛剛提到蘇建和莊明 劉敏 來 下一張 那這是2012年當時無罪定業 他2013年刑譜決定舉不來 其實剛剛幾位律師都講的 那這個案子就讓我們看到 刑事補償好像應該要改革吧 怎麼會一個死刑這麼重大的一個冤案 救援行動 到最後是一天一千二一千三 這種羞辱式的賠償 那羞辱式賠償 因為委員協會那時候剛成立兩年 我們的案子還在奴隸當中 還沒有看到下一件的刑譜 所以這個制度改革的提案就 暫且先隔職了 來 下一張 開始到陳隆錡 隆錡是 因為一件第一件平反案件 那這一張照片 是陳隆錡在去年前年 司改國師會議 他在國師會議上面的得償 去提一些提案 其中有一個提案就是 刑事補償的改革 第一個隆錡他還看到 蘇建和莊明君劉秉 哇這樣被死刑判了 在死神關前面走一回之後 一天用一千唯一千三 這種羞辱式的根本不能接受 第二我想很多朋友知道 陳隆錡他並沒有入肩服刑 那也正是隆錡後來個不醉之後 我們下一次律師團會議 發現議程刑事補償法 要不要申請刑部 然後就講完之後 之後就句點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刑事補償制度 是以你有沒有被關 來判斷要賠你多少 那隆錡他一天都沒被關 所以就無權主張 完全沒辦法依照這個 現行的刑部制度去提案 去申請他所受到的損害 去讓國家評價一次 連想讓國家評價一次都沒機會 那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意識到說 刑部制度確實有一些血汗 隆錡他因為剛剛好 遇到對的時機 對的法官 遇到對的專家 讓他的案件 可以說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從有罪確定到無罪 那是陳隆錡案 有多少人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有多少人現在其實還在不上 他並沒有實際到案執行 但最後經過司法再審之後認定說 是無罪的 國家當初搞錯了 但也許已經加過人亡 所以後來隆錡的提案 就在這邊 那在斯改古書會就提到說 第一 就是好像都是用錢來賠你啊 我們的刑部制度現在就是 如果你關一天 剛剛說一千到三千 或三千到五千 第二只是 你的就業 你的就學 剛剛欣怡提到 我們現在有販保 有更生保護 但也沒有冤暗保護啊 那被冤者 你去走更保 好像也怪怪的 這不是更生人啊 正信哲他可能不覺得他是更生人吧 他不會覺得自己是 對那這個情況 你的就學就業職業的部分 然後你要住哪 那你跟家裡的關係 其實這些其實國家是沒在管理的啊 沒有在理你 那第二點則是現行的補償制度 除了這個真烈非財產上損害是補償 他大理上就是在談陳隆錦的情況 就是被管的情況難道就沒有受到損害嗎 陳隆錦他逃亡八個月就沒有受到損害了 那在這個意義上面應該要改革現在的刑事補償制度 那再來我們其實當初隆錦他有提一個案子 我覺得是如果這個案子可以推得過的話 可能以後會少一點那種羞辱式的判決 羞辱式的決定 就是要把這個可規則的審查要件刪掉 國家能不能夠再刑事補償這個程序才在判斷說 欸 對啦今天是判你無罪了 但你是不是還有一點可規則啊 我要再去審酌你的犯罪嫌疑嗎 再去審酌你是不是做了一些讓我誤會你的事情 我們要刪去這個可規則的條件 刪去的話再刑補這個程序 就沒有那個理由去再去審酌了 好 下一張 所以現在平衡協會已經有提一個提案 那這個提案現在正在跟立法院這邊跟立委遊說 那如果未來有機會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第一個就是要建立更完善的刑事補償制度 如果大家手上現在是可以滑一下的話 你可以就滑一下刑事補償法 我們的刑事補償法第一條寫下來就直接講說 怎樣怎樣怎樣應該判賠多少錢 他沒有他的立法目的 他第一條通常一般的法律 第一條大概是在講說為什麼我要制定這個法 刑事補償法並沒有 那刑事補償法沒有的話 假設剛剛提到的幾個狀況 如果刑事補償法很清楚就是要說明 我們是針對刑事誤判的被害人 去給予可以說國家在最後一個關卡 最後一次民主這個錯誤的機會 立法理由或是立法法文上面明確地寫出 這個立法目的在這 而不是我要看你到底是不是捐出來給公益 你到底拿了這筆錢你要幹嘛 他就不會再跑出那些 我們聽起來有點荒謬的這種 這種生理制度 所以草案第一條我們現在就是寫說 要針定立法目的 然後以及要把這個 並不是只有人身自由受拘束 不是看你關幾天賠多少 要看的是你實際造成的損害 所以我們增加一個無罪的撫慰金 當有罪確定者到最後再小無罪的情況 應該依照他的行動給他撫慰金 我們等一下有一個蚊子給搭 那再來就是我們其實有看到 美國因為要研究修法 這個有帶小騷 美國的制度其實就相對複雜 其實我們的刑部好像如果 整體來看我們的賭償金額 就是如果以一天五千元這個額度來算的話 那一個月可能是十五萬 其實並不算很低 那美國其實很多州是根本沒有刑部的 我每次後來研究才發現 他判你不罪就OK 就OK 拜拜就走了這樣子 他沒有任何在針對被冤者 做後續的刑部制度 但有一些州已經有立法 有制定這個相關的刑部制度 那第一個跟大家講的是堪薩斯州 那堪薩斯州那時候 那個他們立法通過的時候 我看那個英文新聞的網站 號稱地表最強 因為他們的刑部制度規範的相對完善 第一個是他們 如果你關一年的情況 剛剛提到的那個八萬美金就是這一週 那你關完假設你判十年 之後你假釋出來 你關八年之後假釋在外 假釋在外的話 你應該就是沒有受人生自由居住 你可以回到你的社區 回到你的家庭 假釋在外 堪薩斯州也有補償 所以在假釋在外 然後以及美國 他們有沒有一個法案 就是有性侵的等級 如果你是性侵案件的被告的話 你即便是服刑完畢之後 你要設計你的機制度 你的臉 你的名字 你的身分會在社區中被了解 被知道 但如果你是冤人 所以他們知道說 其實冤案的傷害 並不是只有說我把你關起來 這樣才造成你的傷害 你假釋在外面 你進行保護管束的時間 你必須要不能犯案的行為 要很小心 這段時間其實對你的自由也是限制 第二 你被性侵的這個登記 在社區裡面 你可能頭也踩不起來 所以他也看到這種 不引人身自由 受到拘束的一個傷害 那這部分 一年我們換算的台幣是 會賠其實7萬的新台幣 那再來就是 他們會賠你律師費 你要打你的官司 你要請律師嘛 那你的律師費用多少 你也可以跟這個州政府去申請補助 然後他們會發給你一個無辜證明 換言之這是一個 回復名譽的一個作法 像頒獎中 但可能有點形勢 但他的意義上面 會如剛剛劉律師提到 獨立事件 三個百萬當念致歉的這個作法 我頒給你無辜證明 那再來會協助你的就業 如果你要念書 會提供你補助 那居住的支援 通常大部分 你關過二三十年 美國他們這種重型化的國家 還有頭一關起來很痛苦 出來人是你可以 他會提供你居住的資源 那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 就是以前都沒想過了 他會提供財務管理 你突然熊熊一筆錢 一千兩千萬的金額下來 你要怎麼去理財呢 他會怕你說你那個快樂花花嗎 那他就還提供你財務管理 那這是剛剛講的看薩斯州 那德州 我們後來研究德州也不錯 然後華盛頓特區也有 那剛剛講的包括說不顧證明 就業輔導 教育補助 居住資源跟這個財務管理 台灣的狀況呢 一條都沒有 那所以我們其實後來就在考慮說 你既然有提供這麼多 那我們的狀況 應該也要做百合吧 那這一條我們 這個算是 不是賠你錢 不是給你錢的這件事情 包括其他的一些社會 社會福利的照顧 放在刑事補償法 好像就有點怪怪的 對那所以這一條我們是展望 應該是往後會再繼續的把它制度化 那目前是沒有把它寫進去 那再來稍微免重複評價 剛剛提到那個可歸這事由 我們現在是主張要刪掉了 然後再往下 好這是剛剛提到這個第一條立法 為此受刑事物判得受害了受適當補償 填補其生命自由財產及精神上存他 還有一個協助回歸社會 剛剛有一個朋友提到 就是淵慾評判很難 但淵慾評判後的人生也很難 也更難 對那協助其回歸社會 如果是根保不是飯保要處理的 那應該就放在刑部這邊來處理 彰顯刑事爭議特製定本 所以把這個立法目的 這個帽子把它戴上去之後 想像上期待未來的刑事補償勝利 就可以不要再有這些奇怪的審查過程 好下一條 那再來就是第二條裡面 他就針對哪些情況必須要給予這個提供 有權請求過他 那我們其實把再審非要殺出資料拉緊 刑事補償法其實他包括有一種情況 他不是真實無辜 他有罪但可能一些管理人員 監査管理員或者是其他計算錯誤 檢察官算行期算錯誤 多關的利物點 你本來應該今天就出獄了 就是下禮拜三才出獄 這種也可以刑事補償 所以刑事補償的規範裡面 他有一些條件 他不是在我們今天的主題在談冤吶 他在談這種就是 你也非真實無辜 但不是很多關的你好幾天 2007年當時 台灣有一個當時的減刑條例 那減刑條例出來之後 很多人的刑度都要重新計算 據了解那時候我們的刑部 就賠了很多錢出去 因為很多都算出來 就是誤關你關錯 多關幾天 那我們在第二條裡面 就把這種再成 廢話上處重新申請改判無罪的 這個第一款 現在把它拉到第一款 這個的情況就是 今天的主題在談這種 所謂的真實無辜 所謂的冤案平反案件 把它列為第一項 這個是請求全任 那可以彰顯這個立法的目的 好啦 下一個 現在司法院也在討論 刑事不常修理 那他們這一條據了解 應該是六七年前 司改會以及劉律師他們提出 如果說 因為有一種情況不補償 就是至遭為難 你跑出來頂替的 就是老大殺人 小弟出來頂罪 後來發現真的是老大幹的 小弟應該要判不罪 但小弟也關了兩年 那這個小弟 他現在來申請刑事補償 國家要陪他 第四條就是說 這種情況國家不應該陪 你自己自遭為難 誤導真相或審判行為 但這種情況 如果放任刑事補償 他任意的去認定說 你自己自遭為難的話 可能會太過自已 所以當時設了第二條 這個 如果你要判斷別人有自遭為難的話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 嚴格證明程序才可以進行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是老大小 我把它刪掉 對 那我們是認為不要刪 第七條就是 現在最惡名昭彰的一個條文 蘇建和莊聯絮他們 之所以被定位為是一千到三千 認為說你也自白的說 你導致我搞錯的就是這一條 他認為你是具有可規則的使用 依照個案情節 一般社會場景去判斷 我賠你一千二一千三 所以現在第七條整個刪掉之後 我們是主要刪掉的 那司法憂版本也是提到要三千 就不會再有說 你可規則 你可能也是造成這個誤盤 你也擁有落實 你必須付掉 好來下一條 那再來這一個就是 平原版大概要跟司法憂討論 遇到最大的一個 希望很大的一個說服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 這就是剛剛提到的這種 我不要你關多久來賠償的一個關鍵條文 無罪覆規則 受害人經再審 非常上述裁判不罪確定者 司法院應發及罪證明書 並依下列規定發給覆規則 一個案件檢察官起訴 一審有罪二審有罪三審無罪 定驗之後 整個司法程序走完 仍然沒辦法發現你其實是無罪的 要靠這個受判 覺得這個罕冤者他不放棄 去申請債審 去申請非案上訴 終於讓法院讓我們國家 有這個機會去發現這個錯判 改判了 那這個情況其實 我們認為 這個就是一個誤判的案件 當他有罪確定 當國家在通常審理程序 仍然沒辦法發現這是個錯判之後 對這個人的傷害已經造成了 而最後改判之後 你就要發給服務費金 那這個服務費金 其實內部討論很久 就是到底怎麼去計算 怎麼去算這個服務費金 後來考量 國家錯判的嚴重度 死刑都會搞錯 死刑當然會搞錯 死刑會搞錯的情況 應該是最嚴重的 你應該這個 對於受判就是被判死 應該是最嚴重的傷害 這時候是新台幣千萬 那以下無期獨行 20年、10年、3年、1年、1年以下 依照他不同的行度去判斷 行度換言之 就是他可以等同於國家這個錯判的嚴重度 國家對你傷害的深淺 那依照這個行度來規劃不同的服務費金 那目前現在就正在跟這個司法院這邊討論 他們覺得好像乍聽之下 那個金額到底是要賠了幾千萬幾億出去嗎 目前我們還在統計 那裡面有算出一個數字 我們去找司法院公報的無罪判決 近10年我們找出來是三四十件 三十幾件而已 其實不多 但是據司法院他們提到他們自己的數字 是由快營量百件 但是目前就還不太知道說到底 那個條文出來之後 所需要的預算是多少 那再來就是 司法院有打算把可規則是由借施還我 這是司法院的草案 剛剛說第七條那個可規則是由 把人降級為一千到三千的這個規範 現在是司法院也同意要拿掉 以後不會再有蘇建合這種情況 但他們把他在這邊借吃了嗎 三千到五千 那我現在到底是賠你三千 賠你三千五還是賠你四千二 那這個情況我到底要判斷什麼 司法院希望說還是要判斷你有虛偽自白 我看到自白就會想說 哇那這些被刑求的自白難道 他們被認為是要賠比較低嗎 逃亡 許之強他有逃亡 那許之強的逃亡 他是因為知道法院 知道警察可能會刑求他 所以他不得不逃亡 那這個逃亡寫在這邊 他是不是就代表說 哇那今天許之強來 我可能也要判斷離可規則 陳隆欺他也逃亡 對那這些情況可能會讓剛剛說這種 要羞辱人的生理又再解釋還我們 所以我們是主張不應該這樣修 那同時增列這一個啦 這是平原版 不得以受害人在補償請求 事由偵查審理過程中拒絕陳述 保持堅默等等的一些情況 來給予就是減少他的補償金額 就認為說這是被告人來不執政己罪 其實你的堅默權在真審中是理所當然的 你不能夠說在最後無罪的這個刑辱程序中 再來說你當初如果講清楚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不能夠再把這些責任歸到被告身材 好走 這一條是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刑事補償決定可以說這個冤案研究的謊負 因為刑事補償代表國家搞錯了 要賠錢了 那現在其實我們對於冤案研究 台灣雖然有冤案 但冤案研究一直就是聊聊可數 那我們認為說希望司法院 在補償決定確定換言之就是你搞錯了嗎 你必須要培訓要進行調查研究 分析到底誤判的原因是什麼 到底是檢查官警察還是法院搞錯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要預防未來 預防在法 對 好 來再行 那這個比較 這是一個世行法 世行的問題 好 那我想我就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因為這個條文是目前已經出稿完成了 希望立法院這一屆好像快結束了 希望這一屆次有機會至少提出來 再立法院進行討論 也希望大家未來多多關注 謝謝 我覺得這個最後面的冤案研究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每次都問我說 死刑的冤案比例在台灣到底有多高 那我就說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說台灣沒有冤案 這些我們剛才講這些冤案都是個案 都是特殊的狀況 所以不用研究 但是我提一個美國的那個數字給你們看 給你們聽 他們發現美國的死刑案件 每十件裡面有一件是冤案 這比例很可怕吧 那他們目前大概如果依照那個 Def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他們大概有150幾位的死刑 死刑冤案的平反 那大家會以為說 那應該死刑的冤案會越來越少嗎 可是不是他們數字 死刑冤案的平反的數字越來越多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那個科學證據 的那個調查越來越好 所以比較有機會可以去證明過去有些案件是 是願望的 那這可能跟我們的想像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就是把時間交給大家 我們大概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把時間交給大家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人就是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對於這個 城市補償的話有什麼好的意見啊 或者是對於這些養育與平反者 可能他們後來應該 我們應該怎麼協助他們的一些想法 我們都非常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交流 是連願 對 有沒有人有提問的 後面這邊有那個陳宇帆 是誰講的 如果我們幾個兩個問題請問 事小 而是也是一者就是去這場面 他前陣子有去日本跟幾位日本的受冤者交流 然後就是在過程當中其實我們的隨行的夥伴有發現 像殷景爺爺他還是對於沒有得到一個道歉 而且就是真的用嘴巴講道歉 他還是很介意 那像殷家他殷家令和他其實也對於警察沒有對於為他 就是道歉這件事心中還是很掛念 那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們跟阿翔相處以來 我自己也覺得我們國家欠他一個道歉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那這個事情怎麼像這樣子的道歉 怎麼納入在這個補償的這樣的概念當中 我是一直在想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是因為真的有跟健和跟阿翔有相處 其實我覺得受於 就是被冤枉的人真的不是只有自己而已 像我聽阿翔說他剛放出來 那陣子其實虛貓他不敢讓他自己一個人出去 好像怕他會無見 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很 我們看是微小的一個心理的狀態 可是你可以去體會這個家屬背後承擔了多少年的苦 那更不用說像健和的媽媽其實也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很怕他的孩子又不見了 那我自己當然會去思考說 我們國家對於這樣的補償怎麼樣是都不太夠 可是他們一些就包括家人的心理 怎麼樣可以給他們一些幫忙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 再來一個就是也想跟大家討論跟分享 就是即便這些人真的都拿到無罪判決 可是你會看到甚至是有一些法官 像李相處他就在寫書的時候說他覺得書建盒是有罪的 要想更不用說像馬英九他覺得說他只是證據 沒有辦法證明這些人有罪 可是這不是一個更大的 不只是對這些人傷害是對我們的司法一個更大的傷害 我覺得承認錯誤對司法不是傷害是好事 是這些人這樣的言論才是對我們司法一個更大的傷害 然後我覺得這些好像都仿佛我們都是無能為力 然後最後我要說一個是其實書建盒現在還在打民視品堂關死 就是被害者僵屬我真的非常我不能理解 但是我相信被害人他們其實遭受到的苦痛是非常大的 然後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緩解他們心中說這個案件沒有找到兇手那種苦痛 然後所以他們的對象變得蘇建盒他們三 所以他們雖然形勢無罪但他們民視還在打人家就是被害人 因為還在跟他請求說害賠償 然後所以建盒其實像即便是到現在他跟我們聊 他說他覺得好痛苦喔他的官司怎麼還沒有結束 他覺得他的人生真的很苦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怎麼跟他回應跟回答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分擔他捲入這個訴訟當中已經這麼多年的苦 我覺得這些真的可能都不單單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法能給他的 我覺得我們國家真的應該要為對願望的人做更多更多 謝謝 好 那個三次的謝謝 那或許然後我不許也想問一下 好 謝謝今天下午剛好在十百元開再審草案的公佈會 那剛剛宇盤提到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個道歉 那因為要道歉這件事情好像對於就是法官對假官來說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剛剛提到出品困難其實法官也沒有說對不起 也沒有說道歉 他只是說我跟你致意 不行 就是他其實講的就會稍微比較曖昧一點 他們好像就剛剛提到要他承認錯誤說我錯了這件事情 好像都不太容易喔 那我們在再審的程序裡面是寫在另外一邊 其實說我把四百四十條他說當再審無罪的情況要刊登司法院公報 就那為什麼要刊登司法院公報要回復他的名譽 當初判你有罪打打殺殺 最後把你關進去 現在終於你再審無罪了 要用司法院公報 就是寫報做這樣讓大家知道你是無辜的 你是無罪的 那平原版的題 平原那四個要討論一個草案就是說 同時要制定一個 就以適當之方式回復其名譽 他可以請求說 也類似說我就請求院長來跟我道歉 或者是如何 就是用一個適當的回復名譽 他也許不見得是道歉 因為有時候你道歉過 有時候不太真心誠意的道歉 也讓人家覺得很煩 對 所以用適當的方式回復其名譽 那第二則是 其實國外有這些冤案的救援團體之外 也有冤案的陪伴團體 冤案的支持團體 那的確心理諮商社會支持 他可能是另外一套專業在處理社工或者是諮商師 所以那 同時我也困惑說 這件事情由國家來做真的好嗎 因為我們也不見得很信任國家一定會做得好 有時候泰國官僚也不見得理想 那我覺得他正是民間單位要再多努力的 那我們現在好像連看見冤案的傷害 這一次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先理解冤案 了解冤案的原因 再來才是看見無辜者的傷害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謝謝 謝謝 其實思想講不太好 我不曉得他再補充什麼 不過那個講到 那個剛剛思想講到那個 美國的做法發給一個無辜正比 這個其實是有意義的 因為其實在 我們的司法是這樣子 特別是我們的政大部份應該做得不好 所以那點我感覺就是說 整個國家對待那個冤案受害者的過程 大街罵的小巷道歉 小巷道歉誰看得到 所以一個冤案的受害者 在案發當時被媒體無名化 那如果中間再經過司法不斷的判他有罪 那個刻板的影響就定了 那等到哪一天他被判了無罪 被載死的救回來 然後判了無罪 事實上整個社會對他的刻板影響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那所以你有一個公開的一個做法 宣告他們無罪 這個是必要的 那你說在立法力上有沒有 可以參考 其實不外不敢講 但是以台灣目前的法律來講的話 像那個促轉條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第六條第三項 那個就是一個我認為可以參考的做法 那因為我目前本身也是在處理委員裡面做 做監政委員 那我所付分擔的工作 就剛好是做這個部分的優惠審查 只是跟以往我救的 以外不一樣 以前就因為他所講過信義國外都是很多的 那現在救的都是死人 都已經死掉了 被資金掉了 都死了 那 處理條例第六條第三項他規定說 第一款他規定說 只要你在那個威權統治時期 你的判決是後來被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二八基金會 白狂基金會 他有那個戒聯時期不當權利 戒聯時期不當承判的權利回覆條例 你給救濟過的 那這個時候你的判決 就在處理委員把你公告 施行施行 事為撤銷 那給處理委員一個工作就是 你要把這些被補償過的 清查出的公告撤銷他的判決 那第二款規定說 如果你的審判 這類案件 威權施行的案件的審判 是違反了自由民主憲證秩序 侵犯公平審判原則的 這個時候經過調查 確認有這些情況的話 也可以恐慌撤銷 像這種公告撤銷本身 事實上在我看起來 就有相當於剛才所講的 給受害者一個回覆領域 公開的回覆領域 由國家來公告說 我們過去弄錯了 我現在要回覆領域 公開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弄錯了 有這樣的意義所在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事實上 處理委員會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除了那個公告撤銷的意思 其實我想你們在被禮詐 應該都有看到的公告撤銷的意思 除了那個公告撤銷的意思之外 我們還特別的 要發公文給這些 當年被冤屈的受害者 如果他還在世送給他犯人 如果他已經死亡了 送給他的家屬 只要我們能夠找到他的家屬 我們就發一個公文過去 告知他說 你的有罪判罪已經被我們公告撤銷了 一定程度上面 這個意義就相當於道歉 在我的眼界裡面相當於道歉 我們做不到當面跟你道歉 因為那些當年判離有罪的軍事承判官 或者是釋放國人已經不在了 找不到他 但是現在國家由我們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麼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代替他們 代替國家 來正式地對你質疑 告訴你說 弄錯了 那這個是一定程度上有修復式正義的意義在 因為 這個錯牌導致國家跟這個被害者之間的關係 是破壞 破損 破損 需要被修復 而這樣的一種詩疑 事實上就是修復開的 這是必要的一個行為 所以 在我看起來 像這個公告 事實上可以 跟約定黨的這個過程 事實上 兩者考派在一起來講 好 不曉得你們有提問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剛才是想講說 就是無負責的陪伴 那事實上他 我覺得在國外可能都會有很多的團體 或是很多的組織 用不同的方法 在不同的階段做不同的事情 但台灣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的確就是團體很少 人很少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也開始學習 然後開始想要嘗試要做 那我想舉一個例子是 在愛爾蘭有一個中心叫Sunny Center 那就是有一個在美國被判死刑的女士 然後後來她平反之後 認識了一個在愛爾蘭被判死刑的男士 然後他們兩個就結婚了 那他們兩個都是前死刑犯 所以他們非常理解說 一個死刑犯出來之後 她要面臨的那種遭遇是什麼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人在愛爾蘭那邊 就是設立一個Sunny Center 那他們就是希望可以讓 剛出獄的無辜的死刑 死刑批犯者他們有一個中繼站 就是到一個地方先去修養一下她的身心 那不用立即的跑到 就是回歸社會 但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所以她的狀況是就是有人跟他們講說 她這邊有一個哪一個國家有一個死刑犯 然後她剛出獄 那她想要來到你們Sunny Center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跟他們一起生活 那那個一起生活他們有農場 也有養羊、也有養小動物 然後有可能需要去修修水管 然後他們跟鎮上的人的關係也非常好 所以可能有時候就帶你去某一個地方練瑜伽 然後可能聽到你很喜歡原意 他們在鎮上有些朋友就說那我會種植什麼 就一起通作、一起生活 那或者是就是看你喜歡什麼 就是有一些資源 但這當然是很小型的 因為她大概每次只能接待一位或兩位 然後時間也不能很長 但是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會有這種方式是因為就是有人產生這個需求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是我們好像需要更有創意的想法 那或者是更要回歸去問說這些被平反的無辜者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協助 那更重要的是有人願意一起來看見這件事情 一起來幫忙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不曉得就是現場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好 我是那個Facebook的佩琪 然後我剛剛聽那個是想要去招行禮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還有剛剛其實那個 莫其實對展現正義很關心 然後聽到有意思的分享 其實我會很想要知道說 除了國家補償之外 那他們比如說舊者嗎 我們也知道說在就是納粹那個時候 然後即使他們是在體制下 然後去執行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相當程度的被追究責任的 那那些就是講了這麼多可惡的話的法官 或是幹嘛的 他們做了錯誤的決定 那我們現在的機制有沒有什麼方式是可以就是 就是真的是去做究責這一塊的 謝謝 好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要時間到 我跟妳 我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分享一個 會讓妳滿難過的一些事情 就是說 有個法官 他判了鄭健哲兩次死刑 然後呢 我們最近後封案又再審 另外一個案件 然後鄭健哲也一起去幫後封案的這個 我們的當事人就是王欽勝跟弘思惟 打氣嘛 加油一下 結果 很不幸的呢 這個其實我早就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跟他講 但是他去的時候就看到 那個法官就坐在那裡 就是他繼續在審 他繼續在審 然後他也當過某個地方懷孕的院長 大概六年 然後再回到台中高分院 然後現在在審一個 另外一個原初案的這個 這個開啟再審之後的案件這樣 這其實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第二個問題 那個救責的問題 這實在是滿令人難過的 就是說 在《政經哲案》裡面有一個 我們認為 就是說這個 豐原分局的刑事小隊長 就李慶豐 跟那個議員同名 很尷尬 沒有 就是說 那 那這個 這個滿有意思 就是說 在民國 大概 在《政經哲案》是民國91年嘛 在民國82年的時候呢 這一個小隊長 就曾經因為一個 豐原的滅門 這個無視滅門寫阿迪 其實他們 他那時候的這個 他就被監察在移送 總共移送了 其他的圓景 公園分局 同樣的分局 然後刑事分 刑事這個 那個叫什麼 分局長 被彈劾嘛 然後刑事組長也被彈劾 OK 好 《大法官》4至396號解釋 跟4至433號解釋 就是有關於工程會 就是由這個公園分局的刑事組長 申請的 很厲害 一個人成功申請2號到《大法官解釋》 那他就被 他就被認為說是刑囚當時的這個被告 為什麼 因為他的被告 就是說 《大法官》 因為他們寫案 他就 來捕了林欣禮 佛士祥 我跟游律師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全部都招了 招了之後 我們就 已經 起訴 奉猴殺人 所以這不得了的事情 這當時溫習 結果呢 台北判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台北刺刑他來捕管仲岩 管仲岩的事情 管仲岩的事情 管仲岩就說 拜託鳳丸你今天是我做的 所以有人說 真的假的 我真的啦 這我幹 然後管仲岩就告訴台北事情 他說 我還手槍 黑青手槍 我怎麼用 我怎麼怎麼用 結果 老半天之後 真的是他幹 所以在說 一案雙破 那管仲岩就是 非常的清楚 那 弄完之後 就發現說 那我們四個人在看錯誤幹嘛 這叫冤枉的嗎 好 那我們為什麼會承認呢 台中有個非常有正義感的律師 赤森律師 叫做胡闖 勇闖天來 那個闖 他就戳起座聲說 我第一次 來看到我當事人的時候 我當事人被打得理性嚴重 所以就是行求這樣 好 那當時的監尾康林翔 就把中原分局 刑事組長 分局長 還有包括李青鋒的七個原警 全部都把他弄去檢察院 然後後來也被撐出這樣 好 長話短說就是說 這個原警 後來 這七名原警 後來就被移送到 台中地檢所 那你們猜幾個人被起訴 一個被起訴 起訴之後幾個人被判刑 好 就沒事了 沒事就說就 九十一年 民國九十一年的 一月五號晚上 就遇到了真心者 就卸購了真心者 欸 這是你 二來一槓 所以 趕快的行求的方式 一模一樣 你從那個監團的那個彈劾而聞 跟在十幾年後 民國九十一年 他們如何行求真心者 如何張邦龍 一模一樣 手搖式發電機 槓 你正極裡面負極 正極的勇於你的手搖 然後你的耳朵 然後負極綁在你的LP上 然後灌辣椒水 灌回去 然後把你像烤乳樹一樣倒掛起來 那個手法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變成說 這是要回答你的問題就是說 移動過去有任何的處罰 所以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這樣子 那現在 這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也 剛剛在思想討論就是說 是不是要來對他請求國會 就是說 但是他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在跟你行求的時候 他是把你的眼睛蒙起來 那你只能去想說 應該就是他 就是說有一個是做筆錄的 那有一個是李清風 那有一個做筆錄的 那有幾個 我在看得到你的時候 我是看到你的 然後你就叫我自己做一個夢園的動作 我把你綁住嗎 綁住之後我就開始被電擊 被什麼什麼 那有幾個 那沒什麼 很奇怪 然後應該是你 然後做紀錄的也是 就是說你們兩個就在現場 把我電給他記住 所以看起來 然後呢 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在民國 差不多一百零幾年的時候 羅浴師就叫我去告那個 去告警察 我就告警察 結果還是不起訴 其實滿那個難過的 就是 然後那個員警就出庭的時候就說 覺得我們覺得不可能的行求 我們如果行求的話 他不會跟我們講這麼多 那不是因為你一直亂打 所以他才要不亂講嗎 我自己很奇怪 所以你這個真的 我們是覺得應該要想辦法能夠糾正 否則的話那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這樣 我不曉得還沒有人有提問 大家可以現在稍微想一下 以後還有一點時間 但是我也想補充這一點 就是說從道理上面來講 究責是非常必要的 可是如果從司法文化上面來想的話 我會有一點擔心 我會有一點擔心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很強的究責的一個方案 那我們可能其他的冤案就更難被平反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平反了這個冤案的話 我就會害我的其他的同僚被救責 這是我的猜測 我意思是說我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以台灣可能的司法文化上面來講的話 我同意要有救責 但是我覺得可能思考的要更多一點 已經我也很好奇就是說 如果他的法官的問題 嚴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法官法或是監察院沒有辦法嗎 這是我的問題 可以 那你有沒有看 但是我會說也覺得你看的是主席 因為現在有政治能量的是主席 其實說真的齁 那個鄉民們的正義 常常在講到法官就很憤怒地講說恐怖 但是各位我跟你們保證 我從來沒有在公開的場合或私下的場合 講過任何一個法官是恐怖 即便我剛才講到那個蘇安 不是蘇安 蘇安的刑捕 那個挺開的這樣荒腔走板 但是我都不曾說過他是恐怖 一個法官一生要判的判決很多 不可深屬 那你要說每一個判決都判到無瑕疵 沒有判錯那是不可的事情 事實上講的更具體一點 因為律師做久了 有一些場合有一些機會 你會接到那種判斷要做決定的一些場合 就類似像法官的角色 比如說我在律師公會的倫理封擊委員會 免耐的倫理封擊案件的調查委員的時候 我要決定這個案件要不要去送承接的時候 要不要提案給那件事會送承接的時候 我就要判斷了 我要做決定 那也有律師公會的 也有律師會去當仲裁委員 你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你做一件你會知道做法官有多難 判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判斷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那些假如說法律系畢業之後 是要考到國家考試之後 就可以到考法官的工作 那個在我聽起來都是太天真了 法律系畢業只交給你法律指使 告訴你某一個法條怎麼切 那他沒教你判斷 判斷是最困難的事情 判斷的困難 在我看起來不下於一個外科醫生 在那個手術房裡面 那刀要怎麼切 該要不要切 也不下於 他可能也不下於一個將軍在戰場上面 決定說這個部隊要不要派出去 該派多少的 都不遜於那個 所以很困難 那你要說一個法官 判錯一個案子 就一定要給他究責 那也要看情況 是虛例的惡意的重大過失 還是說那個是情有可願 合理可難 所以那個很困難 那個很困難 所以你要講到說去給法官究責 我覺得那看割案 看割案 但比較有建設性的做法 是剛才我史強建議的條文 他建議的草案裡面 最後也不是有講到說 就每一個冤案的發生要去做研究 了解說為什麼會判錯 這個是比較有建設性的 可能在我看起來 比究責更重要 比究責更重要 因為 究責也許有一些情況 真的非常嚴重 蓄意的 重大過失的 故意給人家判錯的 或者是明擺在你面前去去領救的 那一種你去救他的責任 我們沒有意見 該法官法 該檢察院 我們走這條處境 甚至如果說是王法裁判的 就救他行車 像那個江國興案裡面的 軍事審判官 我認為就有王法裁判的問題 濫捲追處的問題 那個我認為都有啊 因為其他人等死到啊 但是你看 最後的結果這些人都被被究責 都被不起訴託的 地檢所用 審判努力 再加上時效的問題 幫他們擋掉了所有的責任 給他做成不起訴託的 然後也被確定 各位 軍事審判也獨立名言 笑死人 當我沒有當過兵嗎 當我沒有在軍法界裡面做過嗎 我當兵的那一年 我在軍法組裡面做過一年 我很清楚的知道 軍事審判是怎麼回事 哪有獨立可言 但是我們的檢察官 他也做過兵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軍法是怎麼回事 但是他就是有辦法 在不起訴託的裡面 給他用審判獨立 這一點 打掉所有的英國關係 所以承造他們 不需要為最後的審判 結果負責 能夠講得多去嗎 我講這個 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在救責這件事情上面 特別是對於國家犯罪 對於政府犯罪 救的上面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剛才他講的那個 主席講的一個案例 我可以跟你講更多的案例 邱和春案 邱和春案大概是台灣歷史上面 刑求證據最明確的一個案子 刑求證據明確到 當年實施刑求的警察 都被判有罪 實務上傷害 再加上偽證罪 判有罪 那幾個警察有服刑嗎 沒有啊 判決一確定就跑啊 別人要繞跑都很難啊 然後這兩個警察繞跑很簡單 就遣到到國外圈 沒有執行過啊 好 那我剛才講到陳正銘那個案子 那個江國欽那個案子 陳正銘有負責嗎 他除了最後要為國家賠償的 那個金額負擔的部分之外 請問他會宣復刑責嗎 沒有啊 所以究責 對於國家犯罪的究責 這件事情 在我們台灣是格外的困難 在國外也很困難啊 但是在我感覺上 在台灣格外的困難 那那個格外困難的原因 在我看起來 可能跟我們在過去那段 會選擇統治的歷史是有關係的 所以因為我們的基因裡面 連法制人員都不一樣 連我們的法制人員都不一樣 就是在基因裡面被植物為一斷 叫做什麼 就是政府永遠不會錯 那政府如果有錯都是不得已的 為了各種不得已的事 所以政府只要犯錯 政府如果犯錯之後 我們還要追究政府責 那叫公務員怎麼辦 特別是警察輩輩怎麼辦 警察輩輩如果 做事行為所會有違法如何保護我們 這種邏輯叫做 為達目的不折手段的一種邏輯 這種為達目的不折手段邏輯 甚至在今天的司法人員 還有各位 各位你們沒有啦 我看你們都蠻年輕的 我可能有 我可能有 但是就是這種邏輯阻礙了 我們追究國家暴力的責任 所以你看像那個324的 那個國家暴力事件 追究起來多困難啊 到現在這個案件 在法院裡面打不完 法院各種技術上的理由 都讓你 這個追究 進入到石板程序裡頭 打到現在打不完 為什麼 我也不想為什麼 反正法官我就總覺得 他們對公務員特別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那究責的部分 我就跟你分享到這裡 好 給大家最後一個機會 用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有的話 我想要 我想要針對思想剛剛講清楚 那個新的法案 然後你們提出的那個金額的部分 我不確定我沒有看 我沒有理解清楚 他是死刑的部分就是一千萬 他就是就是一千萬 對 就是他的撫衛金 所以此行像 他可能關十年 關十五年 那個就繼續計算 依照他被關 就像現在一天多少錢 四千多天 一天五千塊 繼續撐上去 但只要確定是載成無罪的話 先一千萬的撫衛金 所以他會是撫衛金加上 讓那個是確定能自由 好的 謝謝 好 那我想回憶一下究責好了 開始講一下 因為其實究責這一題 我的確也覺得說 先稍了解真相 不過我們用 比較轉成正義的說法 就是 一個誤判的行程 那個到底誰在這個程序中出了錯 那因為他涉及到 警檢體系 涉及到審判體系 涉及到體系這種官僚制度的 都不太容易找到 到底誰必須負責 那究責他可能是刑事責任 王法裁判還是難權追訴 這兩個罪 應該都不曾真的起訴過 不曾真的被判友追過 因為非常難成立 但民事的部分 像最近就是 江國慶案那個追查 江國慶案的刑捕 應該是全民買單 到底這個過程中誰出錯 這是一個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呃 該有的程序 那除了 因為江國慶案他是 賠罪多 大家整個社會非常關注的 所以他的求償案成立了 有機會成立 但是其他的案件 你說書案 雖然說一千二一千 這樣很低 可是當初整個十來年 請求他的援金 有被追查嗎 並沒有 那的確 因為江案正好最近新聞出來 那平原協委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去促成 那個追查機制的發抖 我不告你 但國家必須幫我們 去把這個牽討 這不應該是我要負責的 對那 再來則是國賠的部分 那國賠之三 就是 像剛剛說 楓元分局他們要國賠 或者是 呃 台中地解除 台中高分院 但是因為法官跟假官的國賠 他必須要被判有罪 就國賠法的規範 他 那所以告警察 告法醫 如果說他有一個嚴重疏失的話 我認為也是會有機會的 那這是未來 那如剛剛提到就是 其實 如果以一個行動的破竊感來說 大體上可能是會讓 趕快出來這件事會比較重要 趕快平反 趕快獲得無罪 這會比其他的優先順序 都還要最強的 對 所以才會好像究責都很難發動 那的確也期待未來 有更多層次的討論 謝謝 謝謝 那時候2000年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在 那個祭牌長老教會 那時候走了214年 然後後來才說要開啟再審 那後來在2003年的時候 我看到蘇劍頭的一個博物莊群 他們從高等法院裡面 當場就是被解開他們的腳樓 然後當場釋放 但是那個案子還沒有結束 因為那時候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在法庭上面 就是大家真的是大神懷孤 然後法官就支持大家 然後很開心 那那時候我沒有想到說 我沒有想到說 那時候可能不應該笑 而是應該哭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原來開啟再審之後 他後來還花了快十年的時間 才真正的獲得平凡 那2012年的時候 我們在土城看守所 凌晨的時候 迎接徐子強出來 那那時候那個 我相信有些人也在 然後我知道拍你也在 一樣的 那個晚上我就知道我要哭了 因為他沒有那麼容易 那當然或許鄭信哲 現在大家比較都會覺得稍微好一點 因為他後來開啟再生 然後就在兩年之內 兩年左右就平凡了 但大家不要忘記 當我們那時候發現鄭信哲案的時候 看到他的案件的卷宗停留在2006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法務部就開始決定 因為他已經去執行確定了嘛 所以當然就要決定要執行他 所以真的巨頭你們可以看到 他開始會說他有沒有再生 他有沒有提到上訴 他有沒有實現 他已經決定要走那個 執行執行的程序了 可是後來2006年那一年 台灣停止執行執行 到2009年2010年重啟執行執行 否則鄭信哲在2006年的時候 他就被執行了 如果我們台灣沒有停止執行執行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對啊 就好像沒有那麼的困難 可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 每一步走來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驚險 那我知道今天來的很多人 有些人是對執行有興趣 有些人是支持廢除執行 有些人對冤案有興趣 有些人對司法改革有興趣 大家來的理由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你願意為一個不正義的執行 為一個冤案的人站出來走到這裡 坐下來聽了兩個小時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管你最後 我是Face聯盟執行長 我當然是支持廢除執行 但每個人不一定 但是我非常感謝大家 願意至少走出來 願意至少聽見冤案的聲音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行動 我希望有一天大家會回想起來像我一樣 我會說我在那裡 我在那時候做了什麼事情為了冤案 我希望你們有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那在今天活動的最後 我想要請大家幫一個忙 是我最前面最前面的時候有說 民間司改會 元域平反協會 Face聯盟 我們個別再關注的幾個案件 當然大家關注的重點不太一樣 或是我們已經很長久以來已經有一些默契了 就是大家會分工 然後會合作 那現在的邱和順案 30年31年了 那游博祥律師在這個案件上面 花了很多的力氣 民間司改會也是 然後其他團體也是很認真地的聲音 那我剛才談到的謝志鴻案 也一樣19年了 那現在元域平反協會跟Face聯盟 我們真的非常努力的 希望為他爭取一個開啟再勝的機會 那在去年有一點點轉機 就是開了庭要討論說要不要開啟再勝 那雖然還沒有開啟再勝 但他至少是一個希望 那Face聯盟 我們現在還在做的一家案件是王幸福案 我相信這是大家比較少聽到的案件 那他也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有律師的團隊 然後開始在做研究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很希望大家 我們有準備三張海報 那我們很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們一起拍張照 跟律師一起拍張照 然後我們可以說 我們願意聲援這三個 擁抱大力 1 2 3 好 好 謝謝大家 讓我們推薦掌聲 謝謝今天三位同學 謝謝大家 哈哈哈 谢谢大家